第1801章发现踪迹 一路最终下来 也不知道深入了多久 里来了 这时候 轩辕天赐的声音 突然秘密地传进唐明阳的市海里 与此同时 唐明阳也感应得到 轩辕天赐的位置了 有发现了麻 唐明阳问道 他们在那座山里 轩辕天赐指着前方 某座高耸入云的飓风 目光里闪烁着不知什么 他继续说道 岳西和空混道尊进入里面了 第二毁灭君主在里面 唐明阳问道 我也不太确定 轩辕天赐说道 现在该怎么办 唐明阳问道 我们 谁 出来 就在轩辕天赐刚想要说出他计划的时候 他目光一领 猛然之间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杀意 他目光 死死地盯着某一个方向 咦 居然能够发现我 一个蓝发男子走了出来 正是一路跟踪唐明阳的罗颖 他其实早就发现唐明阳了 只是见到唐明阳很有目的的在赶路 就想着按兵不动的 看看对方在干什么 反正 在他看来 唐明阳这个小小的至高法则圣主 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就是这混沌环宇里风投最近的轩辕天赐吧 果然文明不如见面 本来只以为那是一只蝼蚁 没想到 你还真有几分本事 罗颖的目光 并没有将唐明阳放在眼里 而是直接注视向轩辕天赐 至高因果法则 真道敬 阁下到底是谁 轩辕天赐如灵大敌般盯着这罗颖 我的名字无法奉告 不过 我来 并不是找你麻烦的 罗颖说着 这目光才看向唐明阳 他似乎直接看穿了唐明阳身上的因果法则的掩盖 笑着说道 至高时间 至高轮回 至高因果法则 若是我猜得不错 你叫做唐明阳吧 没错 唐明阳回答 他也如灵大敌 知觉告诉他 这个罗颖比之他所遇到的克斯道子 强大的很多很多 哈哈 我若是没记错 你们两人在外界里传的关系 是敌非有 水火不容吧 没想到啊 你们私下里倒是好上了 罗颖笑了起来 唐明阳听到了好上两个字 顿时无语 我不记得哪里得罪了阁下 不知道阁下可否提点一下 唐明阳说道 然而 这回罗颖却直接将唐明阳给无视掉 似乎在他看来 唐明阳已经是他掌中楼椅 逃脱不掉的 现在唯一有一点威胁的 只有这能够发现他踪迹的轩辕天赐 他目光看向轩辕天赐 似乎在等待着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和他只是暂时的合作 轩辕天赐说道 他这句话一出 直接就表明了他和唐明阳剑的关系 也代表着他不会插手唐明阳和罗颖间的恩怨 唐明阳 很抱歉 你先解决掉你身上的麻烦 我们再来合作吧 轩辕天赐这才看向唐明阳 他说道 我会的 唐明阳回答 对于轩辕天赐这种做法 他一点都不奇怪 毕竟 他和轩辕天赐 在这里本来就是竞争敌对关系大于合作关系的 至于朋友 那更谈不上了 所以 轩辕天赐不帮他 合情合理 相反的 如果轩辕天赐要帮他 那才反常 唐明阳才需要警醒了 嘿嘿 很好 不过 我还是不相信你 罗颖目光里闪烁着几分阴寒 你要怎样 轩辕天赐眉头为咒 他暗中传音给唐明阳 询问道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路 你不知道吗 唐明阳问道 他原本还有些怀疑 这是不是轩辕天赐设计下来的一个坑呢 李快将他引离这里 以自己好自为之吧 轩辕天赐说道 很显然 前面就是第二毁灭军团的一个据点 他还没有来得及布局呢 若是唐明阳和罗颖在这里打起来 势必打草惊蛇 然而 还是太迟了 你们都盯着前方那座山峰里的秘境来看 定然那里有着什么你们图谋合作 既然如此 罗颖说到这里 他已经消失在原地 紧接着 他在出现时 已经到了那座山峰的顶端 他身上的气势 浮荡开来 在周围有着好几头道之第四步的恶鬼气息 和几百头道之第三步的恶鬼 此刻 他们感应到罗颖的气息后 就像是嗅到血腥味的鲨鱼 疯狂地朝这里飞来 慢慢享受吧 罗颖狂笑着 他双手掐动着法觉 明明虚空里 至高因果法则引动 唐明阳突然发现 那些原本锁定住罗颖的恶鬼 有好几头都锁定了他 这是 因果气息转移 这个混蛋 将自己身上被锁定的因果气息 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这是一种对于因果法则极其高明的运用 至少唐明阳现在是运用不出来的 与此同时 旁边的轩辕天赐脸色也一变 变得难看起来 因为这罗颖也将一部分的因果气息 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计划全都被破坏了 各安天命吧 轩辕天赐说着 他消失在了原地 显然是逃命去了 唐明阳也没有办法 也只能够逃命了 在这道之第四部的恶鬼没有靠近何为他时 他要赶紧拉开距离才行 否则 恶鬼靠近 他们身上的那些混乱法则能够粉碎空间法则 到时候陷入倒战圈之中 那是无法摩依和传送的 这座飓风之内 正是第二毁灭军团建立在这里的老巢 此刻 罗颖的气息散发 引动周围的恶鬼后 在里面的修饰 立刻就感应得到了 一片虚空之中 第二毁灭君主在这里 在他的面前 只有月西 并没有空混道尊 小姐 我们在这里的据点 被发现了 第二毁灭君主说道 在他的面前 浮现出三个画面 分别显示出此刻的罗颖 唐明阳和轩辕天赐出来 他直接称呼 本该是他徒弟的月西为小姐 而且私下里两人会面时 第二毁灭君主的态度异常的恭敬 轩辕天赐 唐明阳 月西看到这两个人时 眸子里沙鸡一闪而过 紧接着 他看向罗颖 眸子里露出疑惑 至高因果法则的真道镜 那个纪元遗族势力的 第1802章唐明阳VS罗颖 逃杀篇 第二毁灭君主观看了一下场面 当他看到唐明阳和轩辕天赐 纷纷落荒而逃后 他说道 属下不知 似乎并非我们情报里掌握的 那些真道镜之人 不过 看此人的状态 他似乎并非冲着我们来的 好像是和唐明阳 轩辕天赐有论院 而唐明阳和轩辕天赐 则是盯上了我们 所以 此人才出手破坏 引来这些恶鬼 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唐明阳和轩辕天赐 倒是悄悄地合作上了 看来 我们只有放弃这处据点了 月曦说道 小姐 要不要我出手 去灭杀这几个人 第二毁灭君主问道 轩辕天赐和唐明阳 都有大机缘和大气运在身 又精通空间法则 又是时代主角 哪怕是将他们逼入绝境 他们也很有可能觉处逢生 甚至是突破修为境界的 至于两万一个家伙 他乃是真道境 走真道境的人 前世大都是那种将天地法则 参悟到极其高深层次的 大能强者转世 更不好对付 既然这个人的目标不是我们 那就由他去吧 我们不节外生之 月曦说道 真道境的修士 很少像唐明阳这样 直接就修炼了 像克斯道子 罗颖 他们的前世都是为道境的 道之第四步 然而 等他们将身上所有的法则 都参悟到了阴阳五行 天干地之大圆满后 这才下定决心 再轮回转世 重新超脱入道走真道境的 而几乎所有的真道境 都有着前世 至少是道之第四步的修为记忆 是 第二毁灭君主 这才忍下了杀意 那张残神图上记载的遗址 找到了麻 月曦问道 找到了 第二毁灭君主 点点头 我们走吧 这一刻 月曦的眸子里 闪烁着异样的激动 唐明阳逃命 在这昆天山界里 也并不能长距离的挪移和传颂 因为凡是有道之第三步 第四步的恶鬼 混沌凶兽欺息地地方 他们身体周围的一定玉面 那里的空间法则乃是混乱破碎的 所以 一旦你的空间传送路线经过那里时 就被直接地甩出来 好在唐明阳本身就会因果法则 他费一番力气 就将罗颖强行转移在他身上的因果气息 给清除掉了 几个短距离的挪移 他很快就甩掉了那些恶鬼的追杀和包围 他快速地往外逃 要逃出有强大道之第四步恶鬼气息的地方 否则在这里战斗起来 他很吃亏 因为他在英国法则的参悟上 比之纳罗颖低太多了 纳罗颖完全可以一边引动恶鬼来围杀他 一边悄悄地暗算他 有些本事可你逃得掉麻 罗颖的身影出现在了唐明阳的前面 唐明阳早就有被追上的心理准备了 毕竟要想在一个至高因果法则的真道竞强者面前逃脱 那简直太难了 你到底是哪的人 灵鬼血族的还是黑魂交的 唐明阳问道 他得罪的纪元遗族势力 就是这两股了 而也只有纪元遗族 才会出现真道竞强者的 原来你还得罪了灵鬼血族和黑魂交 饺子 还挺能够惹事的 罗颖露出看着猎物般的笑容 他平时修炼 两耳不闻窗外事 所以唐明阳近万年来做的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他并不知道 如果你不是灵鬼血族和黑魂交的人 我确实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 就算是要我死 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吧 唐明阳说道 等我毁灭你轮回灵光之前 一定让你死个明白 罗颖节节地笑着 他出手了 他乃是至高因果法则 精 水 火三系法则成道 所以成为真道竞后 他不仅至高因果法则 阴阳五行天干地之大圆满 而精 水 火三系法则 也阴阳五行天干地之大圆满 也就是说 精 水 火三道 也被他提升为至高的精 水 火法则 然而 这毕竟乃是普通法则提升的 其实至高精道 水道 火道加起来的威力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一门至高法则中的三系法则的威力而已 三种至高法则成道和三种普通法则硬是提升为至高法则成道 那是两码事 其实 走真道竞 主要看的就是至高法则的威力 给我去死吧 罗盈懒得废话 至高因果图的资讯 在没有斩杀并且泯灭唐明阳的轮回灵光之前 它是不会泄露出去的 瞬间 一个秘境战场 将唐明阳给包裹在其中 天地虚空 顿时化作一片血色的星辰 这些血色的星辰 都闪烁着因果法则的气息 而罗盈站在虚空 仿佛和整个血色的因果星辰都融合为一体 这时 唐明阳看到这血色因果星辰秘境时 只觉得有些熟悉 这跟他刚刚得到的那因果星空修行图 很相似啊 顿时 他明白了 李氏冲着这个来的 唐明阳的掌心里 浮现出因果星空修行图 既然知道难逃这一战 所以他干脆也不逃了 哼 李还算聪明 乖乖交过来 罗盈说道 唐明阳才不幸他乖乖交出这因果星空修行图 罗盈会放过他呢 李和那句枯骨 到底什么关系 唐明阳更加好奇起来 他拿走这因果星空修行图时 可没有被人发现 另外 这人是怎么知道 那个地方就有因果星空修行图的 要知道 那可是上个混沌环宇纪元以前死的人物 而这罗盈要是知道那里有着因果星空修行图 那么他为什么不早点去拿 除非 莫不成 你是那句枯骨的投胎转世之身 唐明阳邓大灼眼睛 他看着罗盈的表情变化 李既然猜到了 那就更不能让你活着了 罗盈的心中杀鸡更胜 这因果星空修行图的消息是绝对不能够泄露出去的 否则纪元遗族的某些老家伙 定然又要出来追杀他了 毕竟战场的虚空 隔绝了除因果法则外的其他任何法则 在这里 只充斥着至高因果法则 所以 就算是唐明阳想要在这里挪移和传送逃离 也不可能 当然了 除非唐明阳有能力破开这秘境战场 第1803章唐明阳vs罗颖 结果篇 毕竟战场 乃是有修为境界高的一方来布置的 这一点 唐明阳无能为力 谁让他只有圣主之境 而对方是道之第一步呢 若是正常的圣主对战道之第一步 这样会很吃亏 因为掌控秘境战场的这一方 可以从秘境战场里得到天地法则本源的补给 而失去掌控的这一方 只能够靠自己身上的本源来战斗了 可唐明阳完全不在乎这一点 因为他又小低在 这个小家伙本身就可以为唐明阳提供源源不断的轮回本源 在这一路逃跑的时候 小悠早就跟唐明阳合体了 而小翘也加持好了大招 这是唐明阳最强的战斗状态 已经好久没有谁能够逼出唐明阳的最强战斗状态了 当年的可思道子 也仅仅是和他的一个念头分身战斗 当时也没有交手成功 那可思道子就被唐明阳的疑似神通绝学入籍的招式给鹤跑了 周围的血色星空 那无穷因果星辰 画着轨迹 以一种极其玄奥的波动 在罗颖的面前 形成石柄因果之剑 这石柄因果之剑 代表着罗颖所开创的一门十二级的绝学神通 因果天地斩 死吧 石柄因果之剑 分化阴阳五行 封锁天地十方 朝着唐明阳斩杀而来 周围的因果本源法则 全都汇聚在这石柄因果之剑里 每一柄的因果之剑的威力 都足以秒杀像坎黎道尊那样的道之第二步 哪怕是像优加大道祖那样级别的强者 都不一定能够接得下来 在罗颖看来 唐明阳这样的三种至高法则圣主 就算在逆天 实力大概也就和普通的道之第三步的修饰相当吧 见到罗颖的杀招及杀而来 唐明阳也不敢怠慢 在他的身体周围 突然一个血色的星辰法像浮现而出 唐明阳的这血色星辰法像 又和罗颖的秘境战场的血色星辰 有着本质的不同 他的出现 仿佛独立平行于秘境战场的虚空的 星辰法像铺开 其中那些闪生的星辰 按照不同的诡异轨迹 互相碰撞在一起 星辰碰撞 然后产生一个个黑洞 每一个小小的黑洞 都带着无穷的吞噬之力 然后无数的小黑洞聚集在一起 又构成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时针旋转着 罗颜不知的这片秘境战场 本来很坚固的 他自信哪怕是大到阻级别的人物来 一时半会都破不开的 可是在唐明阳的这无数星辰碰撞的小黑洞产生瞬间 就如同一张纸一样 瞬间被撕破 这时候 小悠还没有将他的至高剑道 至高时间和至高火道意志 加持在唐明阳的这星辰法相里呢 这时候 小翘也没有往唐明阳的星辰法相里加持大招 这纯粹是唐明阳自身的力量 没交手时 单看气势 唐明阳觉得这罗颜很强大很恐怖 毕竟这家伙不仅是真道镜 而且气息还带着前世道之第四部的气息 可是真正交手后 唐明阳突然发现 这家伙的实力也就这样啊 非但不是很强 而且还很弱 这也是唐明阳完全不了解他自身实力的缘故 什么 这是 神通法相 入极了 罗颖看到唐明阳身体周围的血色星空突然演化成为黑洞时 他也喝了一大跳 正常的法相 乃是法则的演化 是法则的虚影 只具备威视 不具备实质的攻击力 唯有神通绝学入极 所演化的神通法相 才会具备实质的攻击力 神通法则没有入极 只有阶位 那是对法则波动的运用 而一旦神通法则入极 那对法则的运用 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了 不对 这神通法相里 还有强大的法则波动 这只是神通法相雏形 此子 竟然悟出了神通法相雏形 这么说来 他离神通绝学入极 已经不远了 逃 这一下子 罗颖直接也被吓死了 神通法相入极 也有强有弱 看唐明阳这个神通法相雏形的威力 刚刚出场就将他的秘境战场给瞬间破灭的威势 即便是罗颖再傻 他也看得出自己杀不死唐明阳了 而且非但杀不死 很有可能他会被唐明阳给杀死 果然 这时禀英国法则之剑斩杀到了唐明阳 然而 一碰到唐明阳身体周围的黑洞法相时 瞬间就被里面的黑洞给吞灭了 竟然无法撼动分毫 逃 逃 逃 罗颖直接喝惨了 这到底是什么变态啊 这家伙的神通法相雏形 一旦入籍 那也是很高级的存在 咦 李果然很弱 现在想逃 逃得掉麻 唐明阳瞬间吞灭了罗颖的石柄英国法则之剑后 就见到罗颖消失在了原地 他将身体周围的星辰黑洞法相收进体内 小翘 锁定他的挪移轨迹 唐明阳说道 这罗颖的英国法则比唐明阳强大太多 一旦让其逃掉 尹顿因果 唐明阳根本不可能再找得到他 现在罗颖逃跑 他就会再逃跑时留下空间法则波动 所以 唐明阳如今锁定罗颖的 并非是因果气息 而是空间法则的波动 这罗颖不懂空间法则 当然无法掩盖空间法则波动了 逃跑 在懂得空间法则的唐明阳面前 又怎么逃得掉麻 所以 唐明阳很快就追上了罗颖 这一会 唐明阳的血色星空法相铺开 直接将罗颖给笼罩在其中 比这回 总共是逃不掉了吧 唐明阳淡淡地说道 先前这罗颖用看着猎物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现在他也用这种眼神回看过去 唐明阳 放过我 我 我可以告诉你关于这至尊因果图的秘密 罗颖自知不是唐明阳的对手 他赶紧求饶 试图来进行交易 此刻 他心中万分的后悔 这唐明阳 怎么可能这么强大 难道死子三种至高法则 走的也是真道境的路线吗 可怎么可能啊 要走真道境 一种至高法则都难以参悟 三种至高法则其修 哪里有这么多的精力 有这么多的时间 有这么多的机缘和气韵 可是 若非唐明阳的三种至高法则 都修炼到极其高深的地步 罗颜绝对不幸他会败 而且败得折磨惨 败得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第1804章折回 见到这罗颖求饶 唐明阳笑了 他说道 你还有跟我谈条件的权利吗 我 我只求你放过我的轮回灵光 罗颖哀求 只要轮回灵光不灭 他总有一天还好轮回转世 并且觉醒记忆 再次走上真道境的 若是我落在你手里 我向你求饶时 你会放过我的轮回灵光吗 唐明阳反问 我 我若是知道你这么强大 就算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招惹你啊 有些无言以对的罗颖 很无辜的回答 在他看来 这唐明阳 完全可以媲美那些最巅峰的道之第三部 甚至是可以跟那些弱一些的道之第四部交手了 难道 这个混沌环宇纪元出现的人物 都这么变态吗 同老如死 如老如死 必老如死 这三人 刚刚踏入道之第四部 就是道之第四部里恐怖的存在 不可按常理揣舵 特别是那地老 最近又爆出了神通绝学入籍的恐怖手段 现在 又出了唐明阳这个三种至高法则 仍想着走真道径的大妖孽 还有 那个轩辕天赐 也是很恐怖的 我若是知道你这么弱小 刚刚我就不会落荒而逃了 以强大时视我为蝼蚁 我强大时 当然也是你为蝼蚁 我最后问你一句 这个因果星空修行图 到底蕴含着什么秘密 唐明阳觉得他不想再废话了 就算我说了 你也是不会放过我的 是吗 罗颖似乎明白了 没错 唐明阳点点头 先前听着罗颖的口气 这至尊因果图 既然关系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有着很多超级大能窥视 那么知道他得到至尊因果图的人 越少越好 至于能够得到那个天大的秘密 唐明阳不是太感兴趣 毕竟他身上还没有解开谜团的东西太多了 他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探索 他身上层出不穷的麻烦 他还没有都解决呢 他所求的 不过是借助着至尊因果图 将至高因果法则修炼至天干地之大圆满 那样他就心满意足了 哈哈哈哈 那我选择不说 你会死的 你会死的很惨的 这一刻的罗颖 突然放声狂笑起来 唐明阳也懒得再废话 他的血色星空法向运转 在罗颖的身体周围 一个血色的黑洞形成 罗颖还想要自爆 临死前还想拉唐明阳来垫背 只可惜 唐明阳早有预料 再加上他的第四式神通星辰吞灭 实在是太过变态 这罗颖被吞灭其中 连带着其轮回灵光一起被斩灭 战斗结束 周围有几头恶鬼感受到了这里的灵力波动 飞快地赶来 唐明阳念头一动 离开了这里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唐明阳老大真厉害 那个什么的家伙 早知道这么弱 直接交给他小悠来解决就行了 你还不是他对手 要好好的修行才行 唐明阳朝着这小家伙的火焰小脑袋点了点 小翘站一腾腾的 他说他和小悠老大联手 一定是那个家伙的对手 滴滴 这个小家伙也不甘示弱 他说他小滴也要跟小悠老大和小翘老大联手 好吧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家伙 就先让你们三个小家伙联手试试看 唐明阳答应下来 不去打击这三个小家伙的积极性 他原路返回 再次折回到先前和轩辕天赐相见的地点 这回 他封印了轩辕天赐传授给他的那段密法气息 他当然信不过轩辕天赐了 他相信 如果他陷入了生死为难里 那么这轩辕天赐的第一反应 绝对不是去帮他 而是来落井下石的 此刻 这片区域已经化作了一片能量狂肆虐的区域 这里的群山都被炸平 露出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个缺口 乃是第二毁灭军团建立在这里的据点基地 然而 里面早就是人去镂空 狂暴的能量 使得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恶鬼 小翘 能够在这里找得到空间法则波动的气息吗 唐明阳询问道 任何人进行空间传送 除非是懂得空间法则 否则都会在空间法则里留下痕迹的 就像是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湖面 总会犯起波澜 而这些波澜则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平息下来 而唐明阳和罗颖的战斗 这逃杀过程中 也不过斩查不到的时间 所以第二毁灭军团就算是逃跑 那么也逃不远 小翘领命 战意腾腾的 他立刻去感受周围空间法则的波动 爆炸区域 空间法则破碎混乱 这里是不能够感受空间痕迹的 所以 小翘要去爆炸区域外来搜寻 很快 就有了结果 跟我念头融合 让我看看他们离开的痕迹 唐明阳说道 小翘点点头 立刻溶进唐明阳的念头里 此刻 唐明阳已经站在了这方能量狂暴区域的外面 在小翘的视角下 他看到虚空里 留下的一道道的传送痕迹 这些传送痕迹都很粗很大 显然不是个体修设挪移时留下的 而都是大型的混沌非洲事过的痕迹 看到这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这么多年 第二毁灭军团在这里 非但没有人员损失多少 反而在这里休养生息 只怕实力还有所变强大了 毕竟 这昆天山界乃是第九次诸天环与大劫的劫运所在之地 在这里斩杀这些恶鬼 那可是会获得大量的机缘气韵的 有了机缘气韵 修行起来速度就更加的快 再加上这里有着许许多多 陨落在这里的超级大能强者的遗物 第二毁灭军团的成员搜刮了 那实力更上一个层次 想到这里 唐明阳心里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守护阵营的人一直以为第二毁灭军团 已经是苟延残喘 不堪一击 带宰的羔羊 只怕这第二毁灭军团 才是毁灭阵营里最强大的一支军团 甚至比外面的四位毁灭军组的军团加起来 还要强大 唐明阳绕着爆炸区域边缘飞行一圈 他发现 这里离开的混沌非洲 主要飞九个方向而走 其中 八个方向都是往昆天山界边缘而去的 唯有一艘混沌非洲是往昆天山界的深处前进的 第1805章一探究竟 其余的八个方向 唐明阳都没有怎么好奇 唯独这飞往昆天山界深处的那一艘混沌非洲 这让唐明阳心里更加好奇了 唐明阳想着 他也在犹豫 他也想派分身去探索 这样既安全又保险 但是 昆天山界这里 混乱了因果 又有着某种奇异的能量秘密 这使得分身一旦离本尊远 到一定距离 就互相之间失去联络了 所以 派分身前去打探消息的办法是完全行不通的 悠悠 小悠感应到唐明阳的想法 他大声嚷嚷地问现在该怎么办 跟那罗影一战 我对自己的实力有了认识 就算是遇到一些道之地四步的恶鬼 我就算不敌 逃跑的能力应该有的 再加上跟你们合体 我的底气就更足了 唐明阳说到这里 目光看向那道通往昆天山界深处的混沌非洲 他分析着说道 敢于前往昆天山界深处 这说明那混沌非洲上的人 都是第二毁灭军团里的最强一批人 足以应付发现的危险 所以 那艘混沌非洲 才是最关键的 说不定 那第二毁灭军组 就在那混沌非洲上 第九次诸天还宇大姐的关键 到底是什么 唐明阳目前还不清楚 可是现阶段 这第二毁灭军组和第二毁灭军团 无疑成为所有事情发生的焦点 你们怕不怕 唐明阳问向这三个小家伙 要知道 他们三人的本尊 也都在这里呢 如果遇到危险 那么他们有可能陨落 而唐明阳呢 他本尊陨落了 还有单尊在外面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才不怕 唐明阳老大可不要小看他小悠了 小翘也站一腾腾的 在唐明阳地面面前钻来钻去 他说他小翘也不怕呢 嘀嘀 小嘀娇娇大叫 他这回学小悠的样子 大声嚷嚷 既然都不怕 那么我们走吧 唐明阳也不是婆婆妈妈的人 再说了 他本身的实力再加上这三个小家伙的 也不弱呢 他沿着那艘混沌非洲留下的痕迹 空间传送而去 让唐明阳非常的意外 这一路上非常的平静 一点而意外都没有 唐明阳顿时明白了 混沌虚空有航线 这昆天山界里也有航线 这第二毁灭君祖和第二毁灭君团 风困在这里如此多一年 能够存活至今怎么可能没有摸清楚这昆天山界内的情况呢 这前往昆天山界深处的混沌 非洲走的就是第二毁灭军团们早就探索好的航线 想到这里唐明阳的心烧鞍 然而紧接着他又提心吊胆起来了 因为随着他的深入 他发现很多古道之地四步的恶鬼 混沌凶兽的强大气息 这些强大的恶鬼混沌凶兽各自占据一片区域 各不相扰 而这航线就是从这些强大的恶鬼混沌凶兽的交界处穿行而过的 如果一旦不小心在这里暴露了 那么四面八方这些强大的恶鬼混沌凶兽就会惊动 瞬间就追杀而来 有些恶鬼混沌凶兽 也是懂得空间法则的 所以也非常的擅长追击 一路的追踪 这空间传送航线并非是一步到位的 有时会从空间传送里出来 要飞行绕一段时间 然后再开始传送 没过多久 小翘站一腾腾的前来汇报 他说他在前面发现了轩辕天赐那的坏家伙 哦 轩辕天赐 这么说 他也一直在追踪了 唐明杨一听 眸子闪烁着算计之色 看到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轩辕天赐在追踪这艘混沌非洲 那么至少说明第二毁灭君主在这艘混沌非洲上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现身出来 主动地联络轩轩辕天赐 毕竟他现在和轩辕天赐一比一有 算是战时的合作 而且唐明杨总觉得轩辕天赐这个家伙 对坤天山界懂得很多 绝对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对坤天山界一无所知 第二个选择那就是隐藏在背后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轩辕天赐赶一个人单枪拼马的追踪 那就是做好了可以必要时候出手获得好处的准备了 对于轩辕天赐这个家伙 唐明杨总觉得其实力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悠悠感受到唐明杨的想法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唐明杨老大可别要再跟轩辕天赐那个坏家伙合作了 他先要见到那个坏家伙就生气 就像揍他一顿 滴滴 小跟屁虫小滴 见到小悠老大很生气 他也飞到唐明杨面前 气呼呼的娇娇大叫着 他说他小滴也很生气 唐明杨老大可不要再跟轩辕天赐那个坏家伙来合作了 好好好 你们说不跟合作 那么我就不跟他们合作 唐明杨笑道 其实 他本来就倾向于第二个选择的 跟轩辕天赐合作 唐明杨总有种与虎谋皮的感觉 别看轩辕天赐说得很有理 可是跟在这种人身边 被他卖了还有可能帮他数钱呢 现在轩辕天赐在明 他在暗 他也倒要看看 这轩辕天赐到底要玩弄些什么手段 小翘 别跟着太紧 也别盯着那轩辕天赐看 唐明杨说道 同时 他施展手段 封印了身上的因果 尽量将被发现的几率降到最低 在空间法则上 小翘比轩辕天赐参悟的更高深 可这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轩辕天赐的空间法则里 可是融入了一种很奇妙的祭祀之力 上次唐明杨被轩辕天赐发现 就是轩辕天赐不知道用了这古怪的祭祀之力来感应的 混沌非洲 越行驶越深 轩辕天赐跟着这混沌非洲 唐明杨跟着轩辕天赐 又从一个空间航行里出来 前面的混沌非洲 小心翼翼的卫装成为一只道之第四步的恶鬼 从边缘处飞过 就在这时候 一股无比恐怖的意念 降临而下 这是一股道之第五步的恐怖意念 它的降临 使得整个空间都从这份区域剥离而出 独立构建成为一个独立的秘境虚空 道之第五步的恶鬼 这一刻 混沌非洲里的第二毁灭君主 越西等人 其其都道西一口凉气 第1806章恐怖威士 道之第五步级别的恶鬼 即便是第老级别的强者遇到了 也要小心谨慎的 它的一个鬼念横扫而来 所道之处 任何法则都被剥离 立刻化作属于它的秘境领域 如果有人空间传送路过 这道之第五步恶鬼的鬼念所浮探的范围 那么立刻就会显出原形 从空间法则里被甩出来 不好 在第二毁灭军团 月西等人如临大敌 心惊胆战的时候 在后面尾随而来的轩辕天赐 更是直接喝破了胆 即便是在空间法则里 远远的就能够感受得到 那股磅礴的仿佛无处不在的鬼念威压 哪怕是至高法则 在这种绝对强大的鬼念面前 似乎也要沉浮下来 当然了 这只是此刻轩辕天赐的错觉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朝后快速地顿逃 他一定要在鬼念横扫过来时 逃出鬼念的横扫区域 否则一旦被鬼念给扫到 那么他将无所顿形 而等待着他的 将是这头道之第五步恶鬼的无情斩杀 咦 怎么回事 这轩辕天赐怎么不跟踪了 跟在轩辕天赐屁股后面的唐明阳 他也不敢跟得太近 所以 一开始时 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见到轩辕天赐仓皇而往后逃的 我们也退 唐明阳没有办法 轩辕天赐这个家伙是原路折返的 他只好也让小翘原路折返 悠悠 小悠很气愤地大声嚷嚷 他说唐明阳老大根本不用跑 现在就斩杀轩辕天赐那个坏家伙 滴滴 小滴也来抽热闹 他娇娇大叫着 他说唐明阳老大让他小滴出手 就能够收拾这狗屁的轩辕天赐了 唐明阳没有理会这两个瞎嚷嚷的小家伙 好在小翘很是听话 在接到唐明阳的命令后 快速地原路折返了 原路折返到一定距离 轩辕天赐逃跑到一定距离 也停了下来 因为那不知藏身何处的 道之第五步的恶鬼的鬼念 横扫到一定区域的范围后 就收回了鬼念浮探 不过 这时候 唐明阳也感受到了 那股强大的道之第五步的鬼念威压 那在极亿里外的鬼念 轻轻地横扫探而过 一股无形的波纹 带着无与伦比震撼的威势 使得整个天地的法则都波荡起来 这些波荡 能够直接席卷进入至高法则里 一荡一荡的 好在 这只是鬼念浮探于波的威力 可即便如此 周围的整个空间法则 全都跟着波荡起来 而在鬼念浮探的中心 那里的空间法则直接崩溃开来 这是 道之第五步 唐明阳有些傻眼了 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轩辕天赐要折返了 天啊 道之第五步的恶鬼 但是一个念头浮探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势 唐明阳只觉得 他在整个道之第五步的恶鬼面前 就如同蝼蚁一般的弱小 如果他被这头道之第五步的恶鬼发现 根本就不需要对方怎么来追杀他 但就是一个鬼念就足以将他给碾压死了 没错 就是一个念头就足以将其斩杀 这就是此刻的唐明阳和道之第五步恶鬼之间的差距 唐明阳是接触过道之第四步的 当初的第一毁灭君主曾经拉拢过他 他直接面对过第一毁灭君主的悼念 从直观上来说 这第一毁灭君主的悼念 跟此刻这头道之第五步的恶鬼的鬼念比起来 那就是一条小蛇和一条神龙间的差距啊 混沌非洲里第二毁灭君主 岳西等人全都心惊胆战的 全力运转卫装阵势 第二毁灭君主吼道 他给战舰里的每一位修士传音 能够在这战舰里的修士 修为最低的都是道之第二步 这是一支不逊色于法园军团 墨园军团和庆园军团的队伍 那道之第五步恶鬼的鬼念于坡 震荡而来 整个混沌非洲的阵势都抵挡不住 在混沌非洲内的所有修士 包括道之第四步的第二毁灭君主在内 他们都感受到了死亡的降临 就仿佛他们就是在地面上爬行的一群蝼蚁 而一个巨人的脚印从天而降 踩了下来 他们无力反抗 他们只能够祈祷这个巨人的脚印踩偏 从而踩不到他们 所有人都站在了混沌非洲的阵位上 齐齐的运转卫装阵势 从而使得混沌非洲散发出道之第四步恶鬼的气息 不要被发现 不要被发现 他们内心都祈祷着 如果被发现 毫无疑问 他们可能全军覆没在这里 还好 这个导致第五步的恶鬼 或许只是睡醒之后 随意地用到念往外扫扫而已 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没有发现有什么不长眼的入侵他的领域 也就收回了鬼念 在他的鬼念收回去的瞬间 天地之间 虚空一阵波纹般的扭曲里 渐渐恢复了原样 整个鬼念扫荡的区域 渐渐地又回归到原来的未念里 一切 仿佛如同没有发生的那样 可是 混沌非洲里的第二毁灭君主 月曦等人 就如同刚刚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每一个人都被挤发寒 手心里全都是惊恐过后溢出来的冷汗 继续出发 第二毁灭君主回过神来了 他沉浑的声音 将所有沉浸在节后余生里的修饰 全都震醒过来 大家都收拾心情 再度投入到接下来的路程里 现在 他们已经进入到了有道之第五部恶鬼盘踞的区域了 像这样的状况 接下来的路程里 还会遇到很多很多 他们必须更加的小心翼翼 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轻援天赐见到危机度过 那头到之第五部的恶鬼收回了鬼念浮探 他只是微微地犹豫一下 就继续地跟踪过去 在更远处的唐明阳 仍然沉浸在新有余计的震撼里 到底要 要不要继续跟踪下去 他有些犹豫了 这就是到之第五部恶鬼的威势麻 如果他被发现 那么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无情地被碾压而死啊 还值不值得冒着生命危险 继续跟踪下去 第1807章无路可退 唐明阳已经在昆天山界里 得到了至尊因果图 在至尊因果图的帮助下 只要机缘气韵足够 那么他的因果法则修炼至天干地之大圆满 并无问题 而在轮回法则方面 他有着独特的天赋 在小迪的帮助下 他参悟到天干地之大圆满 也并无问题 至高时间法则呢 虽然难以参悟 但是 有着混元阵印的引导 唐明阳参悟到天干地之大圆满 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可以说 这一刻 唐明阳的本尊能够成为真道境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他所差的 不再是法则方面的参悟难题 只是足够的机缘细韵 机缘细韵啊 想到这 唐明阳又苦笑起来 只有夺得时代第一主角的席位 才能够获得最大的机缘和气韵啊 逃 这是第九次诸天环宇大劫 谁人能够逃得掉 再者 修行如同逆水行舟 如果生出了逃避心理 那么到心就会受到影响 而在第九次诸天环宇大劫里逃避 那还想不想要主角的席位了 原来 我早就没有退路了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这一路修行 他走得侃侃可磕 可是每一次的危险 他都能够艰险地度过 那是因为他有一颗永不畏惧 永不认输 永不放弃的心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道心 他才会得到混沌 还与意志的垂青和眷顾 有着特殊的际遇 如果他退了 那么之前所拥有的那些 可能瞬间就剥离他 而没有这些东西的加持 唐明阳可能瞬间变得平凡起来 他有着那么多的丑家 如果没有了时代主角的光环 只怕他的下场会死得很惨很惨 你们呢 怕不怕 唐明阳问向那三个小家伙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才不害怕 他小悠只想着怎么将那狗屁轩辕天赐狠狠地教训一顿 唐明阳听到这 他笑了起来 是啊 他什么时候见过这小家伙怕过什么了 他摸了摸这小家伙的火焰小脑袋 示意他不要那么激动 小窍站一腾腾的 他说他小窍也才不怕 滴滴 小悠见唐明阳老大还没有询问他小悠的想法 他有些焦急 他立刻飞到唐明阳的面前 娇娇大叫着 他说只要小悠老大和小窍老大都不怕 那么他小逼也不怕 既然不怕 那么我们就走吧 唐明阳笑着 他调整心态 这回再上路时 心情没有了那么多的负担 就行 本来就是充满艰险和坎坷的 哪里有一帆风顺 随随便便就能够成功的 不经历风雨 又怎么能够见到彩虹 他看着前方轩辕天赐走过的路 他心里感慨着 再到心的坚守上 我还是差轩辕天赐太远了 面对一个导致第五部恶鬼的鬼面威压 他要犹豫这么久才能够放下思想包袱 重新上路 而那轩辕天赐 几乎是毫无犹豫的就跟上去了 这就是差距所在了 此刻 在看着那艘混沌非洲所使过留下来的痕迹 唐明阳千万分的肯定 在前方 那第二毁灭君主的目的地 就是这场第九次诸天环宇大捷的关键 也是决定着谁是时代第一主角的关键 一路的追踪 简直是悬崖走钢丝般惊险 先前那头到之第五部的恶鬼 不过是这场悬崖走钢丝的前奏而已 唐明阳吉利的屏住呼吸 不用那些到之第五部的恶鬼 混沌凶兽们主动的服叹 但是他们从各自的领域里散发出来的一丝气息 已经让人绝望 仿佛如履薄冰 让你不知道下一步 那彩下的脚印里 那薄薄的冰层会不会轰然地坍塌下来 天啊 在这个纪元的这方混沌环宇里 修为最高的也就是三老 仅仅是到之第四部而已 可是这昆天山界里 这一路走来 但是唐明阳可以感受得到的到之第五部的恶鬼 混沌凶兽的气息 就有十多头了 十多头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将这十多头恶鬼 混沌凶兽放到外面的33万环宇世界里 瞬间就可以横扫一切 至于在昆天山界里 到之第四部 到之第三部的恶鬼 混沌凶兽 更是比比皆是 唐明阳看向昆天山界的更深处 在那更深处里 是否有着比道之第五部更强大的恶鬼 混沌凶兽 这第二毁灭君主 到底在干什么 他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深入昆天山界如此之深 到底图谋些什么 唐明阳很不明白 可是他内心更加的好奇 第二毁灭君主的混沌非洲 继续地朝着昆天山界的深处行驶着 在这里 他已经不敢随便地穿梭空间了 因为穿梭空间 会引动空间法则的波动 很容易引起那些强大的恶鬼的注意 而一边的恶鬼 除非是那种懂得空间法则的 否则很少会穿梭空间的 只能够老老实实地飞行 这样一来 速度慢了许多 可胜在更加的安全 这对于后面跟踪的唐明阳来说 也松了口气 只要不空间穿梭 那么他的至高因果法则 可以完美地隐藏 转眼 又是十多年过去 很多道祖都纷纷地进入到昆天山界里 他们在昆天山界的周边建立了根据地 逐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而周边的那些恶鬼 渐渐地被清理掉 与此同时 有一些载着强者的混沌非洲 开始有目的地朝着昆天山界的深处飞去 在这里 藏着太多的秘密了 谁也不知道 飞向昆天山界深处的那艘混沌非洲 到底是抱着什么目的而去的 但凡是知道关于昆天山界秘密的 凡是怀着目地前往昆天山界深处的 都有纪元遗族的影子 在幕后操控着 而那些第二毁灭军团使出去的那些混沌非洲 彻底的隐藏踪击起来 他们也不知道 卫装隐藏在了那里 不过 第二毁灭军团在这里不知道谁一年 早就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了解透彻了 他们不动手则已 这一动手 势必是雷霆之士的偷袭和攻击 而守护阵营的这些代表着各自背后的 纪元遗族的军团们 其实早就名存实亡 他们如今不仅是一盘散沙 而且互相有恩怨的势力之间 有的还开始明面地干起来 第1808章不是台举 昆天山界里不平静 其实 整个诸天33万环宇世界 哪里平静了 混沌环宇 本来就是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混沌灾害 混沌凶兽 各种恶鬼 都无时无刻地威胁着在各方 环宇世界的生灵性命 随着第九次诸天环宇大劫的降临 混沌环宇的混沌灾害 爆发的愈发的频繁 本来 一些只有在外面的混沌虚空 才可能诞生的混沌灾害 此刻直接出现在稳定的环宇世界里 想想就知道了 那些原本连道径强者被卷入进去 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混沌灾害 环宇世界里的修饰 哪里能够抵挡 几乎是一场 混沌灾害席卷而过的地方 那里的大世界 小世界的生灵 全都毁灭 无疑幸免 而混沌灾害有时候会折叠空间 打开某些通往混沌凶兽 混沌恶鬼未免的空间通道和空间之门 这样一来 那些强大的恶鬼 混沌凶兽就会进入环宇世界里 这又是一场屠杀 如果说混沌灾害肆虐过后 总归会平静下来 那么这些强大的恶鬼 混沌凶兽进入到生灵栖息的环宇世界里 那简直就像是一群猛虎狮子 放进了绵羊堆里 他们开始猎杀这里的生灵 开始以这些环宇世界作为老巢 在这里栖息和繁衍 本来 守护阵营负有守土职责的 正常情况下 若是有强大的恶鬼 混沌凶兽进入一方环宇世界 那么究竟的守护军团就会出动进行围杀 可是 这一次却没有 因为大多数的守护阵营军团 都被各自背后的纪元遗族 命令调往永镇之门附近布局了 再者 围剿这些强大的恶鬼 混沌凶兽 乃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谁愿意去做 结束的气息 迷茫了诸天33万环宇世界 就如同最开始唐明阳所经历的那场天眼环宇一样 天眼环宇的弱小生灵 几乎无一幸免 此刻 诸天33万环宇世界的弱小生灵 也都开始生灵涂炭了 某个混沌为念世界 导致第四部巅峰的君天子 恭敬地站在这里 如同一阶低违的平民 在面对着高高在上的帝皇 骑饼老 老祖 我那师弟他 他不肯交出那位叫做子莲的女子 君天子声音有些发颤 他面对的乃是天道宗传说中的九大序位长老之一 那传说之中达到恐怖的道之第六部的存在 在这样的存在面前 君天子知道他完全是一只蝼蚁 他当然也知道他师弟红老 也同样是一只蝼蚁 所以 他内心更加的好奇 这子莲的身上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 竟然使得他师弟红老 敢于挑衅这九大序位长老的威压 不是抬举 一个渺渺犹如来自九天的声音 闯荡而下 听不出这个声音是男是女 可是每一个字 听进君天子的耳朵里 都犹如一道九天神雷般披落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蝼蚁 他更加的卑微了 天道宗的内门 很神秘 至于如何的神秘 哪怕是已经破例加入到内门的君天子 也不知道 至于这九大序位长老 到底是何方神圣 到底是长得怎么样的 也从来没有人知道 别说是君天子 就算是内门的很多长老子弟 都不知道 也有一种传言 传言说 这九大序位长老 根本就不是修士 他们是传说之中的鬼神 而天道宗 乃是鬼神立下的一个宗门 道让了 传闻毕竟只是传闻 听到不是抬举的四个字 君天子的内心更加的惶恐不安的 同时 他的心里 也为洪老担心着 师弟啊师弟 你这又是何苦呢 唉 他心里又叹气起来 你下去吧 这九大序位长老的声音 又想了起来 这回 听不出息怒 不过 君天子听到这个声音 却如蒙大射 是 君天子恭敬地应答着 然后赶紧退出这里 出心里话 他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 因为面对着九大序位长老的威压 简直是太恐怖了 在君天子退出这方虚空的时候 又有一位男子 出现在了先前君天子呆在的地方 这是一位道之第二步的男子 他叫做陆恒 他曾经 乃是一位道之第五步的恐怖存在 在天道宗内部 也混成了一位职权长老 不过 机缘一道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设去道之第五步的修为 转世重修 选择走真道境的路 现在 他是天道宗的一位获得蓄位传承的真传弟子 一位道之第二步的真道境 参加第八序位长老 陆恒恭敬的行礼 他内心激动又好奇 不知道这高高在上的第八序位长老 为何要召见他 陆恒 已去一趟红天子的法园 问他要一位叫做子莲的女子 他若不给 你知道该怎么做麻 第八序位长老问道 陆恒一听 心里一领 那红天子的大名 他早就听说过 号称乃是天道宗有史以来最妖孽的天才 他更听闻 那红天子后来脱离天道宗 似乎就是因为和这第八序位长老之间 有些恩怨 天道宗内部 派系很多 也很复杂 他没想到 如今这第八序位长老 居然派他去斩杀红天子 他陆恒又不傻 他当然听出那句他若不给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意思了 那就是直接来应的 出手将那红天子给斩杀了 按照规矩来说 在这方混沌环宇没有进入到长掌旗的时候 纪元遗族的势力 是不可以直接对诞生在这方环宇天地的土著生灵出手的 但是陆恒却可以 他是这个混沌环宇投胎转世 然后觉醒前世道之第五部记忆的 所以 他也算是这方混沌环宇的土著 所以他直接对红老出手 并不成问题 弟子知道 陆恒功声应答 很好 此事你替我完成 我特许你再近一次传承续位秘境参悟的机会 第八序位长老说道 陆恒一听 浑身一颤 脸色露出无与伦比的大喜之色 是 是 弟子一定斩杀了那红天子 陆恒赶紧表决心 第1809章红老篇 爱情 传承逆境续位参悟的机会啊 这可是天大的奖赏 在天道宗内 很多弟子长老拼命的努力为宗门做贡献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获得一次进入传承续位 逆境里参悟的机会吗 同时 陆恒心里也凛然 这第八序位长老到底和那红天子到底有什么恩怨 高高在上如第八序位长老这样的存在 为什么会对卑微犹如蝼蚁一样的红天子 必须要赶尽杀绝麻 还有 那个叫做紫莲的女子 到底又是谁 为什么传承序位长老一定要将她带回来 而红天子为什么要不是抬举 强留着不放呢 一时之间 陆恒的心里泛起了重重的疑惑 可是 这些疑惑她都没有敢问出口 她深知 该她知道的时候 那么她就该知道 不该她知道的事情 她若是强行想要知道 那么等待着她的 可能就是杀身之祸了 红天子 就是当年红老在天道宗时的名号了 对于去斩杀红老 陆恒心里可是信心十足的 他从没有听说过红老有过什么强大的前世 再者 这红老虽然号称这个纪元的这方混沌环宇的第一强者 但仅仅是一位道之第四步的未道境而已 而他陆恒呢 他前世不仅是强大道之第五步 神通绝学入籍了 他今生是道之第二步的真道境 但是修为实力上 就足以媲美道之第四步的未道境 对于红老 其实陆恒也没有太过多关注了 还号称天道宗有史以来最妖孽的天才 一个小小的味道净吐住而已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有史以来最妖孽天才的名号 到底有几分的水分 想到这 陆恒的嘴角里泛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去虐杀那样的妖孽天才 想想都让人兴奋啊 而且事情完成之后 还会获得一次进入传承续为秘境参悟的机会 法园 同老还是在主查 地方还是那个地方 就是不久前招待了君天子的地方 那张石桌上 还是摆放着两个茶杯 我来帮你煮吧 一个充满温暖的声音突然响起 面相渐渐变成中年的如老 一步步地从取境的小路里走过来 他一身书生白袍 如雅得体 让人看之一眼 都心生好感 觉得他是一位宝学之士 同老看了如老一样 看到如老这幅返老还童的面相 他眼眸一亮 可是 他明亮的眼眸 紧接着又按了下来 他叹了口气 唉 好一首知天命 可却让你用命来弹奏 这 值得麻 很少见你如此多愁善感 如老笑了 他并没有直接去回答 红老的这个问题 知天命 值不值得 如果不值得 又怎么能够用生命去弹奏 所以如老觉得 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需要去回答 如果再给他一个选择 他还是会选择去用生命来弹奏 如果没有了多愁善感 没有了七情六欲 那么就算是长生不死 那又有生命意义 同老解释着 已变了 如老收敛其脸色的笑容 这本该才是一条先活生命该有的样子 同老说着 抬起眼眸 静静地看着如老 两人四目相视 在他们的目光里 思想的火花在碰撞着 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求道 越接近道 越该太上忘情 斩断七情六欲 这样才能够近乎于道 可是 现在红老反而反其道而行之 追求其七情六欲来了 朝文道 细词可以 那是一心只为求道 斩断七情六欲 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义无反顾 这样的大无畏 如果有了七情六欲的牵绊 这道心还能够坚定起来麻 还能够 再有朝文道 细词可以这样的大勇气 大无畏麻 我不能理解 如老说道 他还是不愿意退让半步 目光死死地盯着红老 不理解才好 因为 我也不知道 自己走得到 到底是对还是错 红老说着 他确实先让步了 他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他柔和了许多 可在这个瞬间 如老发现 原本少年模样的红老 那一头乌黑的长发里 不知何时 夹杂着少许的白发 少年白头 里的道心 崩溃了麻 如老声音很严肃 他知道 像红老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他主动地崩溃到心 任何事情 都是无法动摇其到心的 因为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红老淡淡地说着 可是 这一刻 他的双眸 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悲伤 秋风 萧瑟 吹起满地的主夜 似乎整个天地 都跟着伤感起来 我确实不懂你了 如老摇摇头 你有爱过一个人麻 红老突然问道 他转过身来 有再次看向如老 这一刻 两人再度四目相视 如老愣了愣 这 这个问题 未免问得太过直白了一些吧 刻骨明星的那种 让你只能够将他封存在悼念的最深处 时时刻刻地压制着他 就像是在镇压着一个恶魔 红老问道 他这一刻 将刻骨明星的爱形容成一个恶魔 此刻 他的眸子 越发地悲伤了 是啊 爱了就是爱了 为什么要封印 要镇压 要刻意地去斩断七情六欲呢 难道 就只是为了让自己的道心 更接近于道 接近于那无情的道麻 我 如老刚想开口说没有 可不知怎么的 他的道心最深处 一抹连他都不清楚是什么的情绪 就如同那平静湖面上 永远都看不见的暗流那样 拨动了一下 他的思绪 突然开始飘飞起来 回忆的浪花 将他如同一夜无助的偏周般 推得好远好远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 记忆如同海洋般 可有一个荒芜的孤岛 却又一朵悲伤的花 在哭起着凋零 不看到 不去想 那么这道 还是道 看到了 去想了 我 有 如老回答 这一刻 他闭上了眼睛 他不敢去跟红老来对视 他 退让了 然后 他在那悲伤还没有来得及蔓延时 快速地封印这个孤岛 这抹记忆 第1810张红老篇 选择 记忆里的那个孤岛 那朵在凋零的悲伤的花 在如老重新将其封印住时 整个记忆的新海 再也不能够平静 无论掀起的惊涛骇浪 多么的高 甚至是将这个孤岛给吞没 可是如老至少记住了 记住了这个地方 记住了这里还有着一个孤岛 无论新海多么的惊涛骇浪 可总有浪潮平息的那一刻 那一刻 孤岛还是会再次显露出来 不管你封印还是不封印 他始终都在这里 不动不移 不想想起麻 红老问道 不是不想想起 而是我几乎快要忘记了 如老苦笑起来 这一刻 他的笑容是那样的苦涩 他看着红老 见红老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他几乎不敢与之对视 看来我的担心 是多余的 如老叹息一声 他说道 道 本来就是靠人走出来的 红老说道 受教了 如老说道 虽然受教了 但是红老的道并非是他的道 所以 他还是不理解红老的行为 理解红老为什么会自己选择到心崩溃 你今天 本不该来这里的 红老说道 他换了一个话题 可我已经来了 如老笑了 这是我自己的麻烦 红老叹了口气 他不知道如老是如何知道天道宗内门要派人来取他性命的消息 连他自己 也都是在混沌环与意志的辅助下 微弱的感应得到这段时间 他会有一场生死难逃的结束而已 那正好 反正我也已经活不久 如老笑得更开心 如果连生死都不畏惧 那么麻烦怕什么 你本可以不选择这条路的 知天命 谁若是知道了命运 那么谁就会成为命运的傀儡 现在收手 还来得及 红老的目光 郑重地凝视着如老 这一回 如老坦然是知 你不也选择了 别人所不理解的道来走吗 如老反问 啊 这一回 红老无言以对 我来煮茶吧 如老不再说什么 他走过去 拿起地面上散落的几根竹枝 往火炉里面添加着 庆元 出声打扮 温软如玉的地老 他从雪风之巅 站了起来 他遥望着北方的虚空 天地 在这一刻 仿佛在他的眼前透明了 雪山 消融 露出覆盖下的土地 万物曝露在阳光的温暖普照里 开始疯狂地生长着 不依惠尔 整个雪风 已经鲜花遍地 春暖花开 主人 春雪的声音传来 他的声音 带着离别的不舍 发颤着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天地 或轻于浮沉 地老平静地说道 他没有转过身来 他并没有看着春雪此刻的泪流满面 这是他的选择 委屈可以求全 何苦玉石俱焚 春雪哀生说道 这 便是我的道 这 也是我的命 我若是委屈了 这就不是我 你是他们的大姐 我若是隐命于此 你就按照我的吩咐 带着他们离开这方混沌还语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地老声音不大 可是语气异常的坚决 主人 春雪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 地老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留下的满山的春花灿烂 唯独地老先前站立过的方寸之地 寒冬依旧 积雪不化 这一刻 春雪泪流满面了 陆恒从天道宗的内宗里出来 直奔洪老的法园而去 他感受着第九次诸天还语的结束气息 他深吸着一口气 或许 我也该去争一争这第九次诸天还语大姐的第一主角 陆恒自视甚高 他怎么说 都是活过了几个混沌还语纪元的人物 他知道 有些时候 这第九次诸天还语大姐的第一主角 看似谁都可以去争 其实冥冥之中 天命早就已经注定 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可以争夺 可以成为这场大姐的焦点 但万事也无绝对 虽然冥冥之中 注定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争夺 但是其他人 却可以强项去夺运 所谓的强行夺运 就是去斩杀那些本该可以争夺这时代第一主角的人 将其身上的命数给强项掠夺多来 从而进行逆天改命 这红天子作为这个纪元出生旗的第一强者 本身又得到了混沌还语意志的承认 他就是天命所归 有资格成为时代第一主角的人 我斩杀他 强行夺他的运 于这第九次诸天还语大姐里力挽狂澜 为我进入传承续位积累机缘和气运 想到这里 陆恒对于斩杀红老一世 更加的迫不及待和热血沸腾 他在混沌空间里直接的穿行 普通的空间穿行 在混沌虚空里 会遇到混沌灾害等情况 会随时被打断传送 但是 陆恒的传送则不同 他的传送通道里 犯着古怪的祭祀之力 融入祭祀之力的空间传送 本来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传送 可以在空间法则的更深处进行 这种传送 就仿佛在另外一个平行于这方混沌还宇的未念传送一样 就算是遇到有混沌灾害爆发的地方 也可以直接无视地穿行而过 就在于陆恒想着洪老在他的面前如何的不堪一击 想着他强行夺命后如何的成为时代第一主角 想着他满载着机缘气运进入续位传承里 如何的突破修为 甚至有可能成为真道境的道之第三不实 在他平行传送的未念里 突然飘落起了雪花 雪花白色的寒冷里 漂浮着寂寞的气息 转瞬之间 整个传送未念 已经化作了一片的白雪矮矮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里 一位白衣书生 副手而立 他一头无法 在这里无风自动 那身上的温软如玉 逐渐地吞去 仿佛如同一柄爵士宝剑 在尘封了多年后 慢慢地出窍了 一股伟岸的气势 散发而出 他仿佛是天地之间的帝皇 在他的威势里 仿佛连天地法则都沉浮了 李氏 帝英之 陆恒愣了愣 他认出了这位前来拦住 他去路的人的名字 帝英之 正是帝老的本名 第1811章红老篇 取义 前来拦住陆恒去路的 正是帝老 他慢慢地转过身 一身白衣 无风自动 配合着漫天的飞雪 此刻的帝老 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杀意 可他 还是极力地忍住这种杀意 他看着面前的陆恒 淡淡地说道 此路不通 哈哈哈哈 陆恒一听 放声狂笑 他指着帝老的鼻子 吃笑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帝老摇摇头 既然不知道我是谁 那么你还敢拦我 陆恒问道 我已经拦了你了 帝老说道 他不愿意去说理由 因为这世间 有些事情 本来就不需要理由的 帝英之 你听好了 老夫名叫陆恒 此行前去击杀红天子 这是天道宗内门的清理门户 如果你敢多管闲事 我不介意现在就将你击杀 陆恒大声说道 在他看来三种至高法则的帝老 固然厉害 但是那也要看着帝老将这三种 至高法则参悟到什么境界吧 如果三种至高法则连阴阳五行 大圆满都没有达到 那还不如全力去参悟一条法则 达到天干地之大圆满呢 愿领教 帝老没有去解释 与此同时 在他的手中多出了一柄剑 一柄很古仆的剑 这柄剑的剑鞘上有着一些神秘的纹路 勾勒出一幅很古老的画卷 陆恒目光里金芒闪烁 他想要看清楚这剑鞘上的图案 可他发现 越是当他想要看清楚时 越是看不清楚 只是隐隐约约间 看见了日月星辰山川草木 这是什么剑 陆恒问道 虽然看上去这柄剑在没有出鞘前 一点而气息都没有 但是陆恒内心有一种经济的凶险 他觉得这柄剑不出鞘则已 一出鞘必定能够斩灭乾坤还宇 我给他取名设计 帝老介绍说道 这是一柄设计之剑 这个名字乃是帝老取的 至于这柄剑原本叫什么 帝老并没有说 陆恒的手里则多出了一柄刀 一柄深蓝色的细背长刀 此刀一出是极不凡 他的刀器没有一出 可是他的存在 让这方虚空都充满了刀意 刀意融入这风雪里 千里的冰封 万里的雪飘 在这一刻刮起的大风 也都带着刀意 而这刀意 慢慢地改变这千里冰封的秘境战场 瞬间扭转过来 使得其被陆恒来掌控 这柄刀名叫福日 陆恒说着目光看向这柄刀时 闪生着一丝的敬畏 似乎他如今的实力 还未完全降服得了此刀 好刀 帝老说道 他的目光里 渐渐地燃烧起战意 风雪更大了 至高力量法则 至高杀戮法则 至高阴阳法则 在这风雪里激昂 风雪里 弥漫了由陆恒手中的福日之刀 所产生的刀意 碰撞着 还没有开战 两者的对抗 已经在无形之中开始了 风雪裂 刀意浓 陆恒笑了 他的目光 掠过地牢 他似乎已经不将眼前的地牢 放在眼里了 无穷的虚空 仿佛在他的眼前透明过来 他看向了法园 看到亭子前 正无奈叹了口气的洪老 洪老的道心崩溃了 所以 很多事情 他都感应得不太清楚 再加上儒老来找他 又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等他反应过来时 厉老已经在那边拦住了陆恒的去路 你们 洪老看着正在往火炉里添加竹枝烧火的儒老 他想说什么 可是又发现没有什么可说的 只剩下内心的感动 如同那冷春里的风 感受着那润如心扉的暖意 我们三人 守护了这方混沌还宇这么多年 共进共退 这一次 也一样 像如老这样的宝学之事 很少会说出那些饱含私人感情的话 可这一次 破例了 因为 有些话 再不说 或许这一辈子 都没有机会说了 你们不了解我 洪老说到 他的声音里 包含着莫名的情绪 这句不了解 并非是说如老和地老不了解他的为人 而是说如老和地老不了解他的实力 他的前台词是说 就算如老和地老不来帮忙 他即便是到心崩溃了 应付眼前这个路横 还是有把握的 你也同样不了解我和英知 如老回应着说道 呃 洪老听到这 他愣了愣 是啊 每个人都有秘密 他身上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有 他才会下定决心 崩溃到心来追求自己想要的 这看似冲动 但像洪老这样的存在 在做这件事情时 不会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和布局的 在上此君天子来向他讨要子联 他没有给时 他就预料到了天道宗的内门 会派强者来击杀他的 当然了 反过来 像如老和地老 他们能够从诸天还与无数生灵 无数妖孽天才礼 走到道之第四步 他们不可能没有秘密的 洪老看向地老手中的那柄设计之剑 至少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地老拿出这柄剑 他甚至对这柄剑的资讯 一点都不了解 不过 他感受得到这柄剑上 有着一股连他都感觉心机的气息 此剑 非凡 我很喜欢孟君子的一句话 如老说道 那一句话 洪老问道 生 亦我所欲也 亦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见得 舍身而取义者也 如老说道这里 他表面了心机 洪老默念着这句话 浑身一颤 仿佛陷陷入了某种顿武之中 他满头的黑发 肉眼看得见的染白 他的身上 一身的紫衣也变成了白衣 白发白衣 他的身上 一股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气息 弥漫而出 带着一丝丝的衰老味道 可是在这衰老里 又带着一丝丝的生机 这就仿佛 正在经历了一场重生的过程 此子 非凡 洪老赞道 他大笑起来 我也很希望看到他的君子之道最终大成 如老谈论到自己这个得意的弟子时 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他看着洪老身上加速崩溃的道心 这一刻 他笑得很开心 既然他无法理解洪老要走得到 那么他就全力地去支持吧 第1812章洪老篇 关联 能够获得洪老用非凡来赞誉 可见他对于孟君子的评价之高 这时候 恰好陆恒的目光 忽略那边的地老 投射到这边来 陆恒的目光 就犹如一轮烈日 任何人与之对视 都会觉得很刺眼 洪天子 你一个人死则死矣 何必要让你的朋友都来送死 陆恒的声音传荡而来 带着几分的嘲笑 仿佛眼前拦在他面前的地老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咦 你的道心 崩溃了 正在嘲笑着洪老的陆恒 突然也注意到了洪老身上的状况 他很好奇 这个号称天道宗有史以来最妖孽的天才 怎么到心就崩溃了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怪不得你要让你的小弟们来送死 原来 你已经是一个将死之人了 陆恒笑得更开心 看来 他完成这个第八序位长老吩咐的任务 一点而难度都没有了 想想即将可以再次进入道序位传承秘境里 真是让人激动啊 帝老没有理会陆恒对他的轻视 他文言 目光看向洪老那边 他看着满头白发 到心崩溃的洪老 眉头为皱 洪老 你这是 他很不解地悄然传音过去询问 无妨 我要破而立心道 洪老说道 原来如此 帝老点点头 你这柄见 我从未见过 甚好 洪老说道 我偶然的知 给他取名设计 此前 我从未用他对过敌 帝老说道 即便是面对此时此刻洪老的询问 他也并没有将这柄剑的来历说出来 每个人都有秘密 洪老也并没有去问这柄剑的更深来历 灿河进我的麻烦里 此时抽身而退 还来得及 洪老说道 若是我有麻烦 你出不出手 帝老反问 当然 洪老非常肯定地回答 那你还问 帝老说道 哈哈哈哈 人若是有了七情六欲 就会变得多愁善感 洪老感慨着 又大笑起来 此人 斩杀麻 帝老问道 他这话说得淡然 可却充满了自信 他这么说 那就是有十足把握斩杀掉这陆衡了 不过 他也是忌惮于陆衡背后的身份 毕竟这是一个天道宗内门的道之第二步的真道境 此人在天道宗内门的身份定然不凡 杀 洪老说着 毛子里闪过一抹杀意 明白了 帝老点点头 宝片蜜镜 一头淡青色长发的造化丹增 坐在一间教室的最角落的位置 这间教室里 都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 在这里听着刘雪飞老师讲解炼丹之事 下课铃声响起 少男少女们欢快地走出教室 很快这间教室里 就只剩下造化丹增和刘雪飞两个人了 我知道你已经觉醒了 又何必在我面前装 造化丹增笑道 他手掌一拖 出现两个玉色酒杯 那的青铜酒壶 往里面倒了两杯酒 来陪我喝一杯 造化丹增拿起其中一个酒杯 另一个 主动地飞到刘雪飞的面前 刘雪飞接过酒杯 她的气质在这个瞬间陡然一变 整个空间未面 站台之间多出了一股很隐秘的杀意 你是如何发现我觉醒记忆的 刘雪飞问道 她很好奇 她自问 自己做的还是很隐秘的 好酒 造化丹增轻敏着一口酒 她并没有立刻去回答刘雪飞的问题 刘雪飞恨痒痒的 无奈之下 她也只好跟着喝一小口 因为她知道 她若是不喝 只怕造化丹增也不会说 这回 你总该可以说了吧 刘雪飞再次问道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在我的地盘上觉醒记忆 我自然有我的方式来探知了 造化丹增回答 这虽然是回答了 但是跟没有回答差不多 刘雪飞也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解释 你什么时候放我走 刘雪飞说着 看向造化丹增的目光 带着几分杀意 可是面对高深莫测的造化丹增 她又没有把握能打得过她 你不都是一直想跟我交手吗 造化丹增瞥向面前的刘雪飞 她的嘴角泛起一抹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 你毕竟救过我的命 我刘雪飞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我很感激你救过我 可现在我想要离开 还请你放我出去 刘雪飞收起了杀意 很诚恳的请求 你且看着 再决定要不要离开这里吧 造化丹增说着 她悼念一动 在教室的虚空 浮现出一幅画面来 里面 正显示着地老和陆恒 在虚空里对峙的画面 两人站千里冰封的秘境战场里 战斗一触即发 地老和地老对战的那个人是谁 道之第二部的真道径 刘雪飞很是意外 她充满疑惑的看着造化丹增 等待着解释 地老拦着的这个人 叫做陆恒 他乃是来自天道宗的内门 他是要去杀红老 然后带走在红老储的紫莲 造化丹增解释道 什么 天道宗怎么要带走紫莲 难道 刘雪飞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眸子里露出一丝惊颤 呵呵 看来你们虚灵星族背后藏着的秘密 可真不小啊 无界命海天道宗 哪一个是你们虚灵星族可以招惹的 造化丹增说道 他想要从刘雪飞的身上 看出些什么 甚至 他想要等刘雪飞主动将那个秘密说出来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的道理我懂 可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虚灵星族 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或许 这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谣言 刘雪飞说道这 他有些无奈 也有些悲伤 有什么秘密 值得去用一个族群的生死存亡来守护 值得麻 对于无界命海天道宗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 你真的意外 若真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会值得他们大动干戈 造化丹增反问 可我真不知道 刘雪飞说道 你不是不知道 而是时候未到 某些记忆 还在封存之中 造化丹增解释着 刘雪飞听到这里 他浑身一颤 他看着造化丹增 哀求道 求你 去救救子莲 第1813章红老篇 逆星 刘雪飞哀求着造化丹增去救子莲 他觉醒了记忆 本身实力非同小可 他有着河道之地 必死不宜较高下的实力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看不透造化丹增的深浅 他还是被造化丹增给压得死死的 他知道像造化丹增这样的人物 只要他愿意 定然是有办法去救子莲的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子莲的险身 那是在名处给你做掩护 我若是去救了他 那岂不是告诉大家 你藏在这里了吗 造化丹增说道 可是 刘雪飞身形一颤 如果你想跟我合作 我随时欢迎你 当然了 我也不会关你一辈子 等着第九次诸天环宇大劫结束 不管你跟不跟我合作 我都会放你离开 到时候 你是生是死 都与我无关 造化丹增说道 刘雪飞沉默了一会儿 他突然问道 洪老为什么要帮子莲 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很好奇 造化丹增也露出疑惑 毁灭阵营 一片隔绝因果探查的秘境里 是无忧在这里盘膝修炼 如今 毁灭阵营的第一 第三第四第五军团的混沌非洲 早就整装待发 只等一声令下 就会朝着封锁涌镇之门入口的守护阵营军团轰击而去 轰出一条血路 迎接第二毁灭军组和第二毁灭军团的归来 不过 这场战斗的总指挥 不是他痴无忧 而是变成了皇权名帝 不知不觉中 痴无忧已经被排挤在了最核心之外 不过 这也是痴无忧所想要的 咦 就在这时候 他的目光一领 在他的眸子深处 闪烁出一幅画面 正是地老拦住陆恒的场景 天道宗 道之第二步的真道镜 这是要干什么 痴无忧很好奇 第九次诸天环宇大劫后 迎来混沌环宇的成长期 纪元遗族就要入世 这其中 有着太多的变数了 他看着地老手中握着的设计之剑 他的目光一领 他越发的让我看不透了 痴无忧心里想着 紧接着他的眸子里 有闪烁出发原理 红老和如老的画面 他看着少年白头 一身白衣的红老 愣了愣 他 道心崩溃了 仿佛是见了鬼一样 痴无忧露出最最难以置信的震撼神情 开什么鬼玩笑啊 像红老这样的存在 怎么可能道心崩溃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痴无忧突然发现 有太多的变数 乃是他所无法掌控的 毁灭阵营里 这几位毁灭君主 也感应到了地老和陆恒之间 这一触即发的战局 他们同样是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他们更是不知道 这陆恒到底是何方神圣 到底是从哪个纪元遗族里冒出来的 甚至 像第一毁灭君主这样的寻常人物 根本就没有资格知道真道境的存在 哪个纪元遗族的道子 导致第二不想要挑战地老 他们齐齐露出震撼的神情 这段时间 他们突然发现 他们以前想着将这方混沌还宇出售出去的想法 真的是幼稚的可笑 这里的纪元遗族 随便那一鼓出来 都足以将他们毁灭阵营给灭杀一万遍了 可笑的是一开始 他们竟然以为这混沌还宇里 只是一些没有什么世面的土著的栖息地 现在随着第九次诸天还宇大劫的开始 纪元遗族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但是这冰山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足以让第一毁灭君族等人绝望了 这混沌还宇绝对不简单 在这里竟然聚集了如此之多的恐怖势力 到底是为什么 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第一毁灭君族心里发寒地想着 就算他们回到了灭乱星海 将这混沌还宇的坐标给卖出去 只怕也没有谁敢买吧 而这方混沌还宇 只怕也并非无主之物 只是他第一毁灭君族等人 太过卑微 不知道这其中的太多秘心而已 取生大人 也在暗中关注着地老和陆恒一触即发的战斗 这是 导致第二部的真道镜 传说中的真道镜 取生大人也愣住了 真道镜 在无界命海里 也是传说 传说 只有获得无界命海真传的人 才走的是真道镜 我原本以为这方混沌还宇 只是一方还没有被人发现的一望混沌还宇 现在看来 我想错了 这方混沌还宇 隐藏着如此多号称是纪元遗族的古老势力 这里 又怎么会是无主之物 原本很畅狂 自认为自己高高在上的屈生大人 此刻内心不知怎么的 充满了寒意 他还想着在这里横行霸道呢 原来 在这方混沌还宇的背后 竟然隐藏着如此多恐怖的存在啊 还 还好我并没有招惹到那些号称是纪元遗族的古老势力 可是 这方隐藏的如此深的混沌还宇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吗 这些纪元遗族随便拿一股拿到外面去 都是一方大势力了 取生大人想不明白 这么多的强大势力 从未想着走出这方混沌还宇 到底是为什么 不行 我要将这个情报 传达上去才行 取生大人暗自地想着 当然了 在他看来 这方混沌还宇的那些纪元遗族实力再神秘再强大 那也比不上无界命海 不过 无界命海还是一个庞然大物 他取生大人 不过是无界命海这个势力里的沧海遗塑 他代表不了无界命海 别说他取生大人了 就算是他上头的大人 他大人的派系 也都代表不了无界命海 而且 他和即将降临进来的那位大人 也都只是以私人身份来通气虚灵新族余孽而已 至于上头的大人 为什么要通气虚灵新族 其实取生大人也不知道 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他只是奉命令猎师而已 早就听闻虚灵新族的背后藏着秘密 虚灵新族的余孽逃到这方混沌还宇里 而这方混沌还宇又充满谜团和神秘 看来 虚灵新族背后的秘密 并然也和这方混沌还宇有关系 第1814章红老篇 丹尊取生大人惊悚了 在先前他和地老对战时 他就被地老的神通绝学入籍给贺住了 现在又冒出这么多的纪元遗族 让他觉得 哪怕是上头的大人降临 在这里也要小心谨慎吧 异处同样隔绝因果的虚空 唐明阳的丹尊盘西尔坐在这里 他一洗紫衣 头发也是紫色的 在他的身体周围 至高空间法则 至高生死法则和至高毁灭法则 以某种神秘的轨迹运转着 然后构建出一方奇特的天地法相 天空 深蓝 大地 演化山川草木 他的天地法相 仿佛已经由虚化石 演化成为了真的天地一样 小幽 小翘和小低 三个小家伙则在唐明阳的天地法相里 飞来飞去 追逐打闹 好生顽皮 这近万年来 本尊那边进步飞速 单尊这边的进步 更加的深不可测 至高生死法则 至高空间法则 至高毁灭法则方面 都已经跨入了天干层次 在至高生死法则方面 更是达到了天干之秉静 至高空间法则和至高毁灭法则 也踏入了天干之假境 此刻 那人须之意 悬浮在唐明阳的面前 演化成为一道道语意 符文 在唐明阳的面前 演化着空间法则的奥义 这人须之意内 一直藏着一股神秘的空间类的传承 以前唐明阳实力不够 无法窥察其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传承 最近 他有些弄明白了 这人须之意 竟然是类似于混元阵营那样的传承至宝 里面蕴含的空间法则奥义 乃是剖解天地之间的空间奥义 引导唐明阳去参悟空间法则本源的 可惜了 人须之意并不完整 如果我能够找其十对语意 那么就可以将这股传承完整的组合在一起 唐明阳的眸子闪烁着期待之色 至高生死法则 他参悟得很快 那是因为他的事 海里有着那神秘的生死之书 时时参悟 那里面也有着生死法则奥义的剖析 再加上至高生死法则也并不像至高空间法则那样难参悟 在至高空间法则方面 唐明阳如今就陷入到了瓶颈期了 毕竟他乃是仅次于至高命运 至高时间之后 第三难参悟的法则 所以唐明阳若是想要在空间法则方面进步快速 最好的捷径 那就是筹齐仁虚之义了 仁虚之义出现在这方混沌还语里 说明他是这个混沌还语之物 不过 这样的至宝 本来就是可遇不可求 需要看机缘 唐明阳在思考着 哪里寻找机缘 当然是成为第九次诸天还语大节礼的时代第一主角 那样一来 机缘和气韵 都是最巅峰的 机缘和气韵都有了 自然就会心想事成 一帆风顺了 悠悠 小悠感应到唐明阳的想法 她从唐明阳的天地法向里飞过来 她兴奋的大声嚷嚷着 她说谁要是敢拿了唐明阳老大的人须之义不交出来 她小悠就去烧死谁 这个小家伙可不管你什么 反正唐明阳老大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唐明阳老大的 谁藏着那就是跟她小悠来作对 唐明阳在这个小家伙的火焰小脑袋上弹了一下 将她弹飞 那一边 小滴也飞过来 这个小跟屁虫就想着学小悠老大的样子 也大声嚷嚷 不过她还没有开口 也被唐明阳给轻轻地弹飞 两个小家伙见到唐明阳老大跟他们玩耍 更加的兴奋 被弹飞后 立刻又飞了回来 这回都使出真本事 想要躲过唐明阳老大的弹小脑袋 也不知道本尊进入永镇之门后 情况到底如何了 我总有一种不安的预感 唐明阳一边陪着这三个小家伙玩耍 一边想着心事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她说本尊老大这么厉害 在里面怎么可能会有事情 再说了 她小悠的本尊也在厉害 也很厉害呢 滴滴 小滴这回找到了开口的机会 生怕再被唐明阳老大给弹飞 她立刻叫叫大叫 她说她小滴的本尊在里面 也很厉害的 唐明阳也点点头 本尊的实力就很强大 再加上和这三个小家伙合体 应该导致第四步以下的强者 就算不敌 也可以全身而退吧 这是此刻丹尊这边的想法 毕竟 丹尊这边 几乎没有出过手 再加上跟本尊那边资讯隔绝了 她也不太了解如今本尊那边的具体实力 就在这时候 唐明阳突然感受得到冥冥虚空之中 有着两股强大的气息汇聚碰撞在一起 产生了强大的气机感应 牵动着冥冥的因果 这些气机感应 这些因果牵连 唐明阳身为时代主角才能够感受的清晰 显 唐明阳快速地掐动着法觉 在他面前流转的人须之意的那些语义符文 受到唐明阳的调动快速地构建出一个镜像出来 唐明阳的念头将他感应得到的那强大的气机 注入到这语义符文打击镜像里 顿时镜像里画面一阵的扭曲 出现了此刻地老和陆恒正在对峙的画面 像痴无忧 毁灭君主 取生大人这等级别的修饰 直接用眼睛都可以看到那里的场景 而唐明阳却需要通过法宝才能够看到 在这层次上 至少说明现在的唐明阳和痴无忧 毁灭君主 取生大人这种级别的人物 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但是 虽然有明显的差距 但至少此刻 唐明阳可以平等地跟他们站在一个层次上 有资格去关注他们那个层次 才有能力去关注的东西 毕竟 就算是通天道原理 那些仅次于三老级别的道祖 此刻能够感应得到地老和陆恒对决的 也就是万圣道祖 通天道祖等少数几个人呢 而且他们也都是像唐明阳那样 通过法宝辅助 才能够关注那里的 唐明阳却还不知道 至少在某种层次上 他已经达到了万圣道祖 通天道祖这样的级别了 三老的大明 威震混沌还宇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是 真正有资格见过地老本人的 却少之又少 所以 唐明阳并不认得地老 第1815章红老篇 震撼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唐明阳从镜像里观看着 只觉得那风雪的寒意 直欲从镜像的画面里透出来 那寒意从他的目光 直接蔓延进他的试海 他是海里的盛宴 意识 在这一刻 都要冻结冰封起来 好强大 唐明阳不敢怠慢 他赶紧运转天延生死道 在他的试海里 演化出天地法相 抵抗着这股似幻一针的冰封法相 在抵抗的时候 唐明阳感受到了在这冰封的寒意里 那至高力道至高杀戮至高阴阳法则的意志 三种至高法则 难道死人就是传说之中的地老 唐明阳愣了愣 这混沌还与理 能够参悟三种至高法则的人 他知道的就只有三个 一个是他自己 一个是轩辕天赐 另一个就是传说之中高高在上的地老的 唐明阳睁大着眼睛 这个一身白衣的中年男子 身上有种说不出的伟案 他站在那里 仿佛天地之间的任何一切 都要在他的气势里臣服 他接触过的最厉害的人物 就是第一毁灭君主了 可是他觉得第一毁灭君主 在这地老的面前 都逊色了不止一个档次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这什么地老就算再厉害 也比不上唐明阳老大厉害 滴滴 小滴也不甘示弱 他趴在唐明阳的鼻子上 一边慢蒙撒娇 一边娇娇大叫着 他说唐明阳老大是最帅最厉害的 唐明阳没有理会这两个小家伙 就在他观察地老的时候 那一边的地老 似乎有所觉察 他那原本凝视着陆横的目光 突然一转 仿佛跨越了无穷尽的虚空 投注到唐明阳的身上来 唐明阳浑身一颤 直接从盘膝而坐的虚空 惊作而起 他一副如灵大敌的防备着 因为 此刻从这镜像的画面里 那地老的目光 正好注视着他 就仿佛 这地老就站在这镜像的里头 面对面的隔着一层 凝视着他 已是地老看着唐明阳的单尊 他的眸子里 他似乎看穿了唐明阳的身份 他露出前所未有的震撼 不过 他并没有点出唐明阳的名字来 地老前辈 我对你并无冒犯之意 我只是感应到冥冥之中 两股强大的气机碰撞 想要一探究竟而已 我现在这就退去 唐明阳小心谨慎地说道 他知道 他如今的实力 在这地老的面前 就如同一只蝼蚁 还非常的弱小 如果这地老要斩杀他 那定然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再说了 在他看来 这地老和轩辕天赐 乃是一师一有的关系 他和轩辕天赐争时代第一主角 这地老定然是帮着轩辕天赐 从而来打压他的了 无妨 你要看 那便好好看吧 地老说道 他深深地看着唐明阳最后一眼 然后收回了目光 在地老收回目光的瞬间 唐明阳顿时感受得到周围虚空的那种刺骨的冰封寒意 顿时消退了 就仿佛领冬过后 春暖花开 不过 这一刻的唐明阳 内心里除了震撼 还是震撼 这就是传说之中的地老麻 他如今的实力 竟然连对方的一个眼神的威压 都感受得到如此窒息的压迫 若是这地老本尊降临到他的面前 那又是何等的震撼 他还能够在这地老面前 站得稳脚跟麻 我还需要更加的努力才行 也不知道我成为真道径的道之第一步后 有没有资格直面这地老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想着 其实他并不知道 地老的强大 并不具有代表性 毕竟地老不仅是三种至高法则的道之第四步 而且神通绝学还入籍 身上还藏着其他秘密 但是手中的这柄设计之剑 就非同凡响 别说是唐明阳了 哪怕是寻常的道之第四步 站在地老的面前 也是惶惶恐恐的 也是如同蝼蚁一样 可以被地老给秒杀的 地老收回了注视向唐明阳的目光 他怕他的过多注意 使得唐明阳的单尊躯体 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他内心的震撼 仿佛惊涛骇浪般翻滚 此子 本尊 单尊 都三种至高法则成圣道 而且 都参悟极高的境界 到了可以超脱入道的地步 可他却迟迟没有超脱入道 难不成 他还想本尊和单尊 都走真道境不成 地老震撼地想着 六种至高法则成圣道 本来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如果六种至高法则再走真道境 这 此子 到底是什么身份 地老震撼的同时 他的内心 升起重重的一团 普通没有背景的人 哪怕是在妖孽 在天才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完成这样的壮举吧 就像是那些走真道境的人 如克斯道子 罗颖 陆恒这般 他们都是有了强大的前世作为积累 才能够走上真道境的 如果没有底蕴 哪里敢走真道境 而走真道境的 大都是一种至高法则的修饰 因为一道至高法则 要想精通 都千难万难 可是这唐明阳 确实六种至高法则 若是让此子六种至高法则 踏上真道境 只怕地老已经不敢想象了 他的目光看向法园里的红老 很多他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 现在也能够想明白了 红老的目光 也看着地老 两人默默地对视一眼 少年白头的红老 那双毛子越发的深邃 在深邃里 闪过一丝笑容 红老没有说什么 可是地老已经领悟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对于唐明阳的事情 或许这就是红老的秘密 地老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红老和那位神秘的雪 关系也很密切 想到雪 他看着红老此刻的道心崩溃 却依旧泰然自若 他内心突然生出一种荒谬的想法 这件事情 是否和那位神秘的雪 有关系 这个想法 一经生起 就难以抑制的在地老的心里 生根发芽 没错 这其中 并然有着关系 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1816章红老篇 决战 地老的目光 从和红老的对视里 又转移到如老的身上 他看着越发年轻的如老 他的心里泛起了一抹的悲伤 知天命 他知道 如老在用生命来弹奏 他知道 当这首知天命被如老演奏至最高亢时 那就是如老将生命燃烧干净的时候了 那时候 这首知天命 也将成为纪元的绝唱 而给知天命这首曲子定名字的人 正是那位神秘的雪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 红老有 如老有 地老他自己也有 所以 地老不明白 红老好好的 为什么要自我崩溃到心呢 所以 地老不明白 如老好好的 为什么要用生命来演奏 这首知天命呢 所有解不开的谜团 现在 地老都能够找到一条线 将这些谜团的关键 串联在一起了 这条线 就是那位早就消失无踪 不知在何处的神秘的雪 如老见地老凝视着他 他那双充满睿智的眼眸 越发的明亮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也没有去解释 我如今到心崩溃 掩盖天机 未免流泄漏了行机 这次 你出手吧 红老说道 好 如老点点头 他放下手中的竹枝 来到石桌上 他拿出道琴 平息一口气 然后缓缓地弹奏起 那首之天命来 琴声响起 奏入虚空 在这个瞬间 诸天万界 如痴无忧 取声大人 毁灭君族 以及那些隐藏在暗处观察这里 占据的那些纪元遗族的神秘存在门 都被这琴声给吸引了 琴声 引动天际 模糊了因果 因唐名扬的丹增 窥视地老时泄露的痕迹 再度无声无息地掩盖起来 原来 唐名扬能具备六种至高法则 如老也早就知道了 只是他一直都默默地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一刻 唐名扬也听见了 明明虚空之重 一股悠扬的琴音 犹如九天上的天籁 让他整个人都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之中 他想要细细地聆听 捕捉每一个音符上的奥义 可是 他发现 当然人真听时 这琴音反而变成模糊了 这是什么曲子 唐名扬很是好奇 他只有全身心的放松 心灵保持着空明 让这动听的琴音 润入尽他的心灵 他发现 在这一刻 他的思维 前所未有的活跃 至高空间法则 至高生死法则 至高毁灭法则 都在他的眼前 更加地清晰起来 很多不理解的奥义 此刻也慢慢地变得简单起来 唐名扬震撼了 这首曲子 到底是什么 他听之 竟然能够对他的修炼起到辅助的作用 唐名扬却不知道 诸天万界里 凡是能听见这首之天命琴音里的人 也只有他能够在秦英里 觉得可以辅助修炼 像痴无忧 取生大人 必依毁灭君族等人听着 只是觉得这首之天命蕴含着无穷的玄傲 心生佩服而已 好一首之天命 造化丹尊在他的地盘上 称赞起来 旁边的刘雪飞 听到这首之天命后 却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悠悠 小悠趴在唐名扬的头发上 他那紫色的火焰里 燃烧的都是疑惑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可不觉得这首曲子有什么好听的 滴滴 小滴也娇娇大叫着 他说不好听 不好听 都给我安静下来 唐名扬在这两个小家伙的小脑袋上敲了一记 他继续地在品味着 在这秦升的悠扬里 参悟着 他看着地老 又看着站在地老对面的路横 道之第二部 真道静 唐名扬了扬 他甘尊这一边 还不知道 在不久前 他的本尊在昆天山界里 还斩杀过真道静的道之第一部的罗影 好强大的气势 唐名扬再度震撼 他看得出 这个真道静的道之第二部的路横 在气势上完全不属于地老 甚至隐约还有一丝的压制 这即将是一场龙争虎斗的对决 地老的目光 重新地落在路横的身上 我们 开始吧 地老淡淡地说道 他并没有拔出手中的射击之剑 不过 在他身体周围 那些飘飞的风雪 更加地狂暴了 狂风卷 仿佛无数条风龙在长孝 原本逐渐被路横的刀翼所掌控的冰封密尽 此刻 在风雪里的刀翼 瞬间的就被驱逐 这就仿佛是一头沉睡的老虎 老虎打盾时 让猴子在山上撑王 老虎睡醒后 他才是山中的王者 以路横脸色一变 在他的刀翼被驱除的瞬间 他就明白了过来 刚刚他之所以能够用刀翼掌控这秘境战场 完全是因为那地老根本就没有还手 没有在意 他修炼的是至高刀道 在至高刀道上 他已经达到了九宫大圆满的地步 你可能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地老淡淡地说道 他的声音不大 他的语气不强 可是那种来自骨子里的自信 让人感觉到他无形之中就非常的强大 你也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路横冷冷地说道 他的手已经放到了刀柄之上 这柄伏日之刀 这是一柄强大的祭祀之刀 至于到底如何的强大 反正就算是路横前世最巅峰时 也没有完全降服过此刀 此刀 出鞘即杀人 在他的手放到刀柄之上时 他体内的至高刀翼也已经注入到这柄刀之内了 嗡嗡嗡 刀在刀鞘里 战斗起来 仿佛一条被锁链给求助的刀龙 路横握住刀柄的手 也有些战斗起来 似乎他还无法握得稳着柄刀 周围的风雪 肆虐着 这一刻 路横已经不再管外面的秘境战场 不再管周围的法则是否收到地牢的掌控了 有些时候 对决并非要打上三天三夜的拉锯战 有些时候 只需几招 就足以决定胜负 所以 秘境战场在某些时候 确实多余的 相反的 谁掌控秘境战场 谁还要分心去掌控 反而秘境战场还会成为累赘 那带着意志的风雪 在路横身体周围的一米左右 自动的泯液 路横的双眸 死死的盯着对面的地牢 决战 一触即发 第1817张红老篇 生死 路横已经握住手中 战斗不已的 扶日之刀的刀柄 他见到地牢 还是淡然地站在那里 甚至连手都没有放到 其设计之剑的剑柄上 他感受到了一丝受入 地牢这姿态表面了 他要对付路横 还不需要到把剑的地步 这是让路横受不了的 死 路横沉声爆喝 随着死字震荡而出 整个千里冰封的秘境战场 瞬间就在这阴波里 泯灭开来 这一声死字 看似只有声音 其实阴波里蕴含着一股 有这幅日之剑回馈 进路横体内的刀翼 所振发而出的威势 秘境战场 也只有在两者实力 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 才有些作用 在一定程度的超级强者面前 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从路横瞬间就将地牢的 千里冰封的秘境战场给震灭 就可以看出了 当然了 这也说明 地牢也并没有费太多的精力 去维持这秘境战场的存在 在秘境战场被震碎的瞬间 一抹刀光 从路横手中的刀鞘里 闪亮而出 观战的唐明扬 只觉得双眸一痛 隔着无穷的虚空 隔着镜面来窥视这场战斗 在路横拔出这幅日之刀的瞬间 他只觉得 仿佛双眸被最猛烈的太阳光直直照射了一样 眼前的世界 盛宴的感知 所有的灵觉 在这瞬间 一片的空白 他什么也看不清 他什么也感受不到了 这是什么 神通绝学 唐明扬震撼了 还好 这一刀 不是对他斩杀而出的 还好 他只是遥远的观战而已 他觉得 他在这个路横面前 简直一刀都接不下 瞬间就要被秒杀 这就是真道竞的道之第二步强者的强悍实力吗 简直是恐怖如斯啊 不但是唐明扬在瞬间 失去了视觉 灵觉以及所有的感知 在窥视这场战斗的很多修士 纳取圣大人 毁灭君族 万圣盗族 以及纪元遗族的很多存在 他们瞬间都有唐明扬的这种感觉 只是 根据实力的强弱 看不见的时间有长有短的区别而已 地老 怎么样了 看不见东西的唐明扬 他的史海里 仿佛也是被烈日直接照射 也是一片的刺眼的空白 他的脑子里 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地老也跟他一样的状态 那么地老必死无疑 神通绝学入籍 这个真道境的道之第二步 他掌握了入籍的神通绝学 这一刻 取圣大人内心前所未有的震撼 但是一个神通绝学入籍 在无界命海里 就已经可以获得很高的地位 获得重点的栽培的 如果再加上真道境 那么这个路衡 在无界命海里 简直就是可以获得哪些最高层的直接关注 那地老 死定了 这是取圣大人的这一刻的念头 他跟地老交过手 所以他自认为 他对于地老的实力还是有几分了解的 当初地老并不能瞬间地秒杀他 可他觉得 眼前这个陆衡 绝对有秒杀他的实力 陆衡的这一招 乃是他自创的入籍神通 名叫大日虚无 他的大日虚无神通绝学 需要借助手中的福日之剑 才能够完美地发挥出最强大的战斗力 他很自信 他的大日虚无一出 在配合着手中的福日之剑 他能够斩杀比他强大好几倍的对手 虚无的刺目空白里 他看到面前的地老 也本能地被照耀着闭上了眼睛 他嘴角泛起了嘲讽的笑容 这地老 也不过如此 在他看来 当地老闭上双目的瞬间 那么此刻的地老 就是他的砧板鱼肉 毫无反抗之力了 死吧 陆衡拔出了手中的福日之刀 然后 他人刀合一 以一种诡异的方式 瞬间跨过了他和地老之间的距离 长刀 斩杀 瞬间 刺入地老的身体 被这福日之刀斩中的人 从没有活口 因为这柄刀 自带着吞噬命起生机 吞噬着悼念修为 陆衡想要放声大笑 斩杀了地老 他接下来就要去斩杀红老 红老那的垃圾废物 居然到心崩溃了 虽然他不知道红老为什么会到心崩溃 可是都已经到心崩溃了 还能够称得上天道宗有史以来最妖孽的天才麻 简直就是虚有其名 简直就是给天道宗丢脸 这不是垃圾废物 这是什么 然而 陆衡却没有笑得出来 他永远 都无法笑得出来了 他的福日之刀 刺进了地老的身体里 他并没有感受得到福日之刀上 传来吞噬地老命起生机 悼念修为的那种隐血的快感 地老的身体 冰封起来 化作了一个冰雕 陆衡的福日之刀 刺进的并非是地老的身体 而是这个冰雕里 礼带陶江 傀儡幻术 冰雕被福日之刀给破碎 地老的身体 出现在了破碎的冰雕之后 他还是那副样子 一袭白衣 手持射击之剑 他的手 也并没有放在射击之剑上 他看着面前已经笑不出声的陆衡 他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的失望 你还是没有资格让我出见 这句话带着叹息 仿佛一个爵士高手 举目似望 竟然没能够找到能够接得下他一见的人 这是何等的寂寞孤独 哥哥 陆衡想要说什么 可他喉咙里 哥哥的发不出声音来 像他这样的境界 要想开口 本来就不需要用到喉咙的 只需悼念一动 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会想荡尽天地法则里 可是 他再也用不了悼念了 因为 他的悼念 已经彻底的破碎 一抹白色的雪花 从陆衡的眉心里 漂浮而出 没有谁知道 这片不足指甲大小的雪花 到底是如何飘进陆衡体内的 雪白的雪花 沾染了一丝血色 它从陆衡的眉心里飘了出来 飘到虚空之中 这片天地 那被陆衡震破的千里冰封秘境 慢慢地开始出现更多的雪花 寒风 吹拂 大雪 漂浮 陆衡的身体 凝固成为冰雕 然后冰雕破碎 在地上散落了一地的冰雕 陆衡 死 第1818章红老篇 震荡 在这个瞬间 唐明阳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感知不到 他感受到了这陆衡的恐怖强大 地老 会死麻 大约 过了一个呼吸左右 唐明阳的视线感知 灵觉 才重新看得到东西 一股呼吸 看似很短很短 可是对于生死搏杀的强者来说 简直太长太长了 在这一个呼吸后 在唐明阳的感知 灵觉渐渐地恢复的时候 他感受得到 冥冥之中 那两股强大对碰的气机 突然有一股消失不见了 唐明阳内心有一颤 突然又一股消失不见 那是代表着 地老和露衡之间 有一个被斩杀了的 到底是谁 唐明阳心里震撼 他隐约感觉 死的那个人可能是地老 毕竟这露衡的这一朝大日虚无神通 简直太恐怖了 他隔着无穷距离 都陷入这一个呼吸的虚无空白里 直接承受这一世神通的地老 还得了 所以 唐明阳潜意识里 他先入为主地认为地老会输 然而 他睁开了眼睛 他正好看到他此生 最难忘的一幕 大雪纷飞 地老一袭白衣地站在那里 他身上的战意杀意 已经收敛了 他就像是一位在风雪里迷失方向的书生 闻闻若若又温婉如玉的气质 看上去一点而为害都没有 细细看去 又会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一丝的孤独和落寞 一个手持一柄常见的书生 画面 极美 在整个书生的面前 有一个冰雕 唐明阳看清楚了 这正是那个陆横样子的冰雕 在风雪里冰雕出现了裂痕 然后慢慢地碎在地上 一地细细的冰渣 在一阵狂风的吹拂里 飘在了天空 和那漫天的飞雪 混在了一起 只是 壁面上 掉落着那柄长刀 那柄浮日之刀 如果不是有这柄浮日之刀掉落在地上 唐明阳绝对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死的 竟然不是地老 而是陆横 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 在他看不见东西的那一个呼吸里 在陆横以绝对的威势压制住地老的时候 这地老是怎么杀掉这陆横的 别说唐明阳看不懂 此刻 取生大人 毁灭君族以及很多以为死的人会是地老的那些强者 他们也都看不懂 毕竟 这一切 发生的太快了 快到他们难以反应 毕竟 他们都是隔着无穷的虚空 远远的窥视 而陆横的大日虚无神通 在瞬间直接将周围变成了虚无空白 所以 在那个瞬间 没有谁看得清楚地老是如何斩杀了陆横的 这 这地老 当初和我决战 我之所以能够逃得掉 原来是他 他并不想取我性命 取生大人想到这 只觉得背脊发寒 手心都是冷汗 至于这地老到底有多强 他已经无法去评估了 好 好恐怖 第一毁灭君族浑身发寒 浑身都在战斗 已经有好几个朱天环宇大杰 没有见识过地老真正的出手了 以至于他对于地老的认识 还停留在地老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 现在 看到了地老斩杀掉陆横 他只觉得哪怕是他们五位毁灭君族联手起来 也要请客之间被地老给秒杀 秒杀的连扎都不剩 没 没希望了 我们毁灭阵营 根本不可能在这第九次诸天环宇大杰里胜出的 这是天命 这一刻 这次为毁灭君族 说不出的落寞 说不出的颓废 好 好强大 这 这地老到底 到底有多强 流血飞囊囊自语 那双黑白的美眸里 全都是不敢相信的震撼 他还没有出剑 真想看看 他出剑后 到底又是何种的威势 造化丹尊似乎早就知道地老不会死一样 他更多的注意力 还是在地老手中的设计之剑上 天道宗 陆横和地老的战斗 天道宗内门的很多长老弟子 都在关注 这一刻 大家也都被震撼住了 然后集体的沉默 为陆横报仇 天道宗的派系复杂 陆横又不是他们派系的 他们为什么要为陆横报仇 再说了 这是陆横要去沙地老 死了 那也只是既不如人 只是给天道宗丢脸而已 还有 更多人关心的 还是这陆横为什么要去沙地老 当然了 这是第九次诸天环宇大劫 混沌环宇还没有进入成长期 就算是有那陆横的朋友 有想要为陆横报仇 他们碍于规矩 也不能够进场去斩杀地老 一时之间 天道宗的内门里 也是暗潮涌动 唯有陆横那个派系的人 看着地老的目光 充满了杀意 陆横死后 那柄掉落在地上的福日之刀 在沉寂了片刻后 突然战斗起来 一股杀意 透着刀翘而出 锁定住面前的地老 地老目光一明 警惕地看着地面上 那柄微微战斗的福日之刀 他的手 不知何时 已经放在了设计之剑的剑柄上 在面对陆横时 他都没有露出过如此警惕的目光 他都没有如此郑重地 做出这个靶剑姿态 可是 现在 这一刻 面对已经没有人掌控的福日之刀 他却如灵大地般 还好 这福日之剑锁定住地老的杀意 很快就收了回来 紧接着 他化作一道光芒 融入到虚空里 消失不见了 这一刻 诸天万界 无数大能强者们 想要用到念锁定住这柄 福日之刀的下落 可惜 都没有办法去追寻 就仿佛 这一刻这柄福日之刀 已经消失在了这方混沌环宇一样 地老皱起眉头 他看着福日之刀消失的方位 微微地进行沉思 在他看来 这柄福日之刀比陆横更危险 这到底是一柄什么刀 地老隐约有一种预感 他还会再遇到这柄福日之刀的 另一边 红老和如老也都看着这柄福日之刀消失的方向 他们也都陷入了沉思 他们之间也都没有交流 不过 他们内心也都有一种预感 这柄福日之刀 不祥 将来 或许会带来结束 第1819章一宗 茶 煮好了 红老又添了一个杯子 若论煮茶 还是如老比较在行 我们三人 已经好久没有这么一起喝茶了 红老说道 他的满头白发飘飞 虽然少年白头 可是比起以前的寂寞高冷 他如今看起来更加的有味道了 这味道 乃是人情味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地老豪气地说着 纵然一鼓长声 不如今朝一笑 如老说道 三人默默对视 一切竟在不言中 这第九次诸天环宇大劫 就是他们最后的时光了 未来 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们的时代 也即将要结束了 何不纵情涂一醉 我们喝酒吧 红老提议着 他刚想端起的茶杯 又放了下来 喝茶品道 喝酒谈情 今日 不品道 只谈情 好 那就喝酒 讲究礼数的如老 也放下了身段 哈哈 我这里正好游好酒 地老拍手大笑 这一刻 随着地老斩杀了陆恒 那些纪元遗族势力的内部 掀起了不小的波荡 很多人 再度重新审视了红老 如老和地老的实力 暗潮汹涌着 第八旭位长老 在陆恒被斩杀后 再也没有派人来杀红老 因为他已经找不到人了 毕竟 现在来要杀红老 必须是向陆恒这样投胎转世到这方混沌还宇 成为土著的人才行 且让你们多活些时日 第八旭位长老内心也杀意腾腾 只等着第九次诸天环宇大节的结束 纪元遗族可以入室 那么要杀红老就简单多了 我们也走吧 唐明阳摸摸小幽顽皮的火焰小脑袋 他决定换一个地方再引盾 毕竟 这个地方 先前已经被地老给窥查到 对于地老 他还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敌是友呢 先前那场战斗 其实唐明阳并没有看出什么 相反了 他还曝露了他的行踪 让地老给知道了 唯一的收获 或许是他听了如老弹奏的 《知天命》这首曲子吧 刚刚那首曲子 到底是谁弹奏的 到底叫什么名字 唐明阳内心很好奇 不知怎么的 他总觉得这首曲子 明明之中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降临 他会和这首曲子的主人 产生不小的交集 悠悠 在唐明阳掌心里的小悠 并不算太安分 他感应到唐明阳的想法 他立刻大声嚷嚷着 他说他小悠可没有觉得 那首曲子有什么好听啊 滴滴 跟屁虫小滴 也叫叫大叫着 他说他小滴也觉得不好听 那是你们还听不懂 唐明阳有些无语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着两个小家伙来解释 混沌环宇虚空很大 要想找到一个隔绝因果的地方有很多 很快他就重新找到了一个 昏天山界 颠倒命术 隔绝因果 凡是进入到里面的修士 都不知道外面混沌环宇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 唐明阳的本尊 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大事情 他还在远远地跟踪着轩辕天赐 跟踪着第二毁灭君主的混沌非洲 深入昏天山界深处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都是危险 都要神经紧绷着 随时留意着周围的变化 毕竟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股强大浩瀚的道之第五部恶鬼 混沌凶兽的悼念就扫荡而下 随着深入 走在前面的第二毁灭君主的混沌非洲 已经不敢挪移和传送礼 只敢靠最基本的卫装飞行 而且还不能够飞行得太快 毕竟 修为越高的恶鬼和混沌凶兽 智慧也越高 飞飞停停 有时候 在一个地方停留几个月 有时候 又连续飞行几年 更在后面的唐明阳 提心吊胆着 一路上 总算是有惊无险 看来 毁灭阵营的人进来这里 也是做好了万全准备的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想着 但是这条航线 就应该是毁灭阵营无数亿年来 经过时间探索出来的最为安全的一条航线了 唐明阳一边走 一边做着记录 默默地将这条航线给记录下来 如果发生意外 他立刻撒腿就逃 永镇之门外面 暗潮汹涌 不够自从地牢斩杀了陆恒之后 暂时陷入了瓶颈 永镇之门内 各大势力盘踞 很多道之第三部的道祖 纪元遗族势力的强者 也都暗中进来了 转眼 一百来年过去 唐明阳在其中 小心翼翼地跟踪着 其中出现过一两次小意外 好在也都有惊无险 他的至高因果法则 在至尊因果图的辅助修炼下 已经踏入了天干之甲境 他的至高时间法则 总算是有了一丝丝的进步 开始触摸到天干之境的门槛了 也不知还要跟踪多久 唐明阳也不知道 他已经深入昆天山界到底多深了 道之第五部的恶鬼 混沌凶兽 在这里早就见怪不怪了 前面的混沌非洲 可以卫装成为恶鬼 混沌凶兽的气息 唐明阳能具备因果法则 他也可以完美的卫装 不时的强大恶鬼 混沌凶兽的念头浮叹而来 只要不是那种可以的针对性锁定 唐明阳的卫装都能够以假乱真 骗过这些强大的恶鬼 混沌凶兽的扫叹 就是小优 小翘和小逼 这三个小家伙被唐明阳勒令 只准在是海里活动 还要好好的修行 他们有时会集体造反 嚷嚷着要出去看看 不过每次造反 都被唐明阳狠狠地教育一番 这一天 飞行在前面的轩辕天赐 突然停了下来 在更前端的毁灭阵营的混沌非洲 也停了下来 唐明阳只以为 这里只是像往常一样 这是飞行在最前面的混沌非洲 发觉到了什么危险 要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呢 不过 唐明阳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在前方天际 一朵中年不撒的黑云 地沉沉地笼罩住那片区域 唐明阳运转神通进入双眸 隐约可以看得见黑云深处 有着一座坐高耸入云的飓风 这些飓风的形状 看上去都有些怪异 只是那里的飞云 有着神秘的能量笼罩 即便是唐明阳运转神通进入双眸 也看得不太清楚 第1820章到达目的地 毁灭阵营的混沌非洲 在这里停留了 这一停留 就是好几年 这么长时间的停留 让唐明阳也大为感到意外 难道这里就是毁灭阵营此行的目的地不成 在这几年里 唐明阳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就站在这黑云的附近 一只恶鬼和混沌凶兽都没有 没错 就是一只都没有 这里仿佛是恶鬼和混沌凶兽的境地 使得所有的恶鬼和混沌凶兽都禁止踏入此地 咦 这里绝对有古怪 唐明阳退得远一些 他很耐心 他内心有一种感觉 好像毁灭阵营的此行 快要到目的地了 周围 光秃秃的山脉 干涸的河流 这里暗黑色的泥土 时不时的有黑气从地底冒出来 滋滋滋 这些黑气碰到灵力 就会产生剧烈的腐蚀和吞噬 唐明阳的圣念悄悄地浮探出去 发现这黑气里蕴含着强大的煞力 连他的圣念都要腐蚀 悠悠 小悠从唐明阳的灵口里露出小半个火焰小脑袋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这里既然没有什么厉害的混沌凶兽和恶鬼 不如让他小悠出外面耍耍 滴滴 小滴则钻进唐明阳的耳朵里 娇娇大叫 他说他小滴也要出去玩耍 唐明阳没有理会这两个小家伙的要求 他见前方的混沌非洲还是没有任何开动的意思 他就继续待在这里 一边的耐心等待和观察 一边参悟法则来修炼 这一天 唐明阳的至高时间法则 终于如他所愿般 踏入到了天干之甲境 时间腐蚀 这是唐明阳的时间天赋神通 他伸出手指来 一抹时间的傲义出现在他的指尖 迎着地面上鸟鸟升起的一抹黑气 滋滋 黑气里蕴含着的腐蚀 想要将唐明阳指尖里的那一抹时间天赋所化的灵力给吞噬 可是触碰到他指尖的这一抹时间天赋所化的灵力后 确实不敌唐明阳的时间神通 岁月无情 时间腐蚀 这世间万物除了那些永恒存在的东西外 否则都难逃时间的腐蚀 这神秘的黑气在唐明阳的时间天赋所化的灵力里 开始快速的腐蚀分解开来 黑气分解表层的能量化掉 慢慢的一丝很神秘的黑色祭祀气息显露出来 果然 这里的黑雾煞气 蕴含着祭祀之力 唐明阳目光一宁 其实他早就看出来了这里的黑雾煞气 只是普通的煞气而已 可是却具备了强大的腐蚀 甚至连至高法则也能够腐蚀 祭祀之力 乃是一种凌驾于法则之上的更加神秘的能量 它加持在任何东西里 都能够使得这样东西发生质变 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 唐明阳在极目远眺 泥土里冒出来的黑气 鸟鸟地漂浮在天空 然后朝着天际尽头的那团黑云聚集而去 那团黑云 就是无数这种黑气汇聚而成的 看到这 唐明阳顿时明白了为什么这片区域 一个恶鬼和混沌凶兽都没有了 因为那些恶鬼和混沌凶兽长期待在这里 也会被这里泥土里散发出来的黑气来腐蚀掉 这时候 小翘突然站一腾腾地跑来向唐明阳汇报 他说发现有一艘混沌非洲正在靠近 哦 唐明阳目光一鸣 他运转至高因果法则 在他时海里 那幅至高因果图所画的符文闪烁着 融入到他所布置的这方虚空里 这么多年来 随着唐明阳对着这幅神秘的至高因果图的参悟 他已经懂得运用一些这幅至高因果图的一些奥义了 借助这幅至高因果图里的神秘能量 唐明阳可以更加自如地运转至高因果法则的本源能量 融进我的念头来 让我看看 唐明阳摸摸小翘的剑翘小脑袋 这小家伙很是兴奋 立刻从唐明阳的手指里融进去 然后钻进唐明阳的湿海里 融进唐明阳的念头 悠悠 小悠闻言也跑过来凑热闹 他大声嚷嚷着 他说唐明阳老大也让他小悠看看 到底是那个家伙来到这里了 好吧 那你也融进我的念头来 唐明阳只好答应下来 他又瞥了眼那边的小逼 若是不让这个小家伙也融进来 他非要大哭大闹不可 他说道 你呢 快点过来 滴滴 这小家伙闻言又是一阵娇娇大叫 随着唐明阳的神念移动 至高因果法则奥义 融入近周围的空间法则里 唐明阳是海里的那幅至高因果图 闪生着发光 他这才窥探过去 这样一来 可以保证不被发现 毕竟 懂得至高空间法则的人 不是很多 可并不代表着没有 那个克斯道子 就是至高空间法则的道之第一步 所以 唐明阳需要万分谨慎才行 果然 他看到了遥远的前方 一艘混沌非洲正伪装成为一只恶鬼 慢慢地朝着这里飘荡而来 在这片区域里 是不可能有恶鬼和混沌凶兽活动的 所以 聪明的小翘立刻判断出对方是混沌非洲来卫装的 咦 这时候 唐明阳见到轩辕天赐突然也动了 这个家伙朝着这艘混沌非洲飞去 然后飞进了这艘混沌非洲里 紧接着 这艘混沌非洲慢慢地驶离这片区域 轩辕天赐的援兵 唐明阳愣了愣 他心里冷笑 轩辕天赐这个家伙 果然是不可靠的 这个家伙不仅跟他合作 只怕私下里还不知道跟多少股势力也合作呢 这个家伙 无论跟谁合作 只会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 当然了 所有跟他合作的势力 都会成为他的棋子 想到这里 唐明阳越发地觉得 他隐藏在暗处跟踪轩辕天赐的决定是对的 那艘混沌非洲飞离了这片区域 没过多久 唐明阳就见到轩辕天赐跟武南两女 悄悄地飞了回来 这武南两女 都是道之第一步的修为 真道静 其中一人 唐明阳认得 正是曾经和他交过手的黑魂交的克思道子 在唐明阳看向这克思道子时 克思道子眉头突然围皱 很疑惑地朝着周围查看 特别是唐明阳所在的方向 停留的时间微微地有些长 这一刻 唐明阳屏住了呼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